我想要就这么用破碎 毁了眼前的神像 却在这个时候 一阵鬼哭神嚎的声音 从我的身后转了出来 我被吓了一跳 急忙装过头朝着身后去看 一眼就看到 在小庙的外面 居然出现了无数人影 他们就这么围着小庙 开始不断地跑来跑去 速度非常的快 与其说是跑 倒不如说是飞了 老肥这个时候 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也是一脸惊恐地对着我问 我靠 这他娘的是什么东西 我现在也搞不清楚 不过 应该和村子里面消失的那些村民 脱不了干系 这么在外面来回地晃动 同时还会发出一阵阵 让人心烦意乱的声音 老肥看着外面的重重鬼影 也是脸色大变 虽然这或平时 看上去天不怕地不怕的 可是 对方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两个又折腾了这么长时间 确实是没有多少体力和精力了 我咬了咬牙 对着老肥大喊一声 老肥 保护好青霜没 咱们这次 可是真的要拼命了 老肥不假思索地回应了一声 你放心的去吧 有我这个狐花使者在 谁也别想伤害到他分号 说着 还厚颜无耻地 把昏迷当中的情霜眉 抱在了怀里面 也不知道是真的想做英雄 还是趁着人家昏迷 占人家便宜 不过 我现在我顾不得这么多了 先是看了一眼外面那些跃跃欲试 准备冲进来的黑影 把心一横 不管对方是什么东西 只要是我破了眼前的这个神像 所有的一切都会一了百了 在想到这里之后 我再一次抬起了手中的破碎 准备动手 可是 就在这一瞬间 几道黑影从外面窜了进来 眼看着就要冲撞到了我的身上 我的身体本能地做好了 被撞出去的准备 然而 他们却是一下子 钻进了我的身体里面 就仿佛是影子一般 让我完全感受不到 任何撞击感 就在我疑惑不解的时候 突然 我的身体里面 开始变得异常的寒冷 只是刹那之间 我就已经冷得 开始不住地颤抖了起来 我就这么哆嗦着 甚至有好几次 连手里面的破碎 都要拿不住了 在出现了这种情况之后 我也是大惊失色 心里面明白 刚才钻进我身体里面的那些东西 绝对不简单 而更加恐怖还在后面 在看到我被控制住了之后 外面的那些黑影 更加肆无忌惮了起来 就这么成群结队地 从外面冲了进来 争先恐后 一股脑地冲进了我的身体里面 我立刻感觉到 自己的身体肿胀的厉害 几乎让我的魂魄也被撑破 同时 那种冰冷的感觉 更加地剧烈 我甚至能够看到 随着我的呼吸 不断地有白色的哈皮被呼出来 同时 在我的身上 也结出了一层的白霜 就连我脚下的地面 也浮现出了一层的白气 也就是 我之前被黄先生点过仙体 如果换成了别人 恐怕早就不行了 老肥在看到我遇到了危险之后 也赶忙放下了青霜眉 朝着我就冲了过来 看到他靠近 我心中一紧 想要告诉他 千万不要过来 可是 这个时候的我已经无法发出任何声音了 只能是眼睁睁地 看着老肥跑过来送人头 过来 就在老肥刚刚跑到我身边的时候 突然 从我的身上 腾出了十几个黑影 他们就这么快速地 形成了一股黑色的旋风 快速地朝着老肥洗卷去 老肥这个时候 再想要躲避 已经是来不及了 只是眨眼之间 他就被那股旋风 给包裹在了其中 看到这里 我是一阵的心惊胆战 即便是有仙气护体的 我都受不了这些黑影的亲身之苦 更不用说 老肥这么一个普通人了 就在我以为 老肥要遭殃的时候 奇迹的一幕却发生了 那股黑色旋风 在刚刚围绕着老肥转了两圈之后 居然快速地散开 重新地化成了十几个黑影 消散在了原地 看到这里 我不由得一愣 搞不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肥刚才貌似什么也没有做 那么 又怎么会让那些黑影 全部消散了呢 不仅仅是我 即便是老肥此刻 也是一头雾水 搞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侧眼看了一下老肥 却是立刻注意到了 老肥腹部的伤口 那里的鲜血还没有干 记得之前胡门告诉过我 老肥乃是七转洋人 身上的血是治刚治洋的存在 难道刚才是因为他的鲜血 才把他逃过一劫了 老肥虽然没有出事 不过 刚才的黑气 还是让他全身无力 整个人半跪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现在 想要让他来救我 也已经是不可能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我身上的寒意更加的浓重 我感觉自己的血液里面 都已经有了冰茶 强烈的寒冷 让我的大脑 开始变得麻木了起来 过往的种种 也开始一遍又一遍地 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知道 这种情况叫做走马灯 据说 人在临死之前 眼前都会出现走马灯 把自己的这一辈子 重新地回忆一遍 可是 为什么此刻的我 会有这样的症状 难道说 我快要死了 想到这里 我没有多余的反应 因为我这个时候的 我已经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去思考这些了 整个人已经没有了知觉 现在的我 只能依稀地感觉到 自己的周围是一片漆黑 而且是冰冷异常 就好像是我身处于一个无底的深渊当中 总是不能翻身 我想要去挣扎 所根本 用不上力气 就在我以为自己就要永远地困在这里的时候 突然 我发现在前方那无边的黑暗当中 居然出现了一点红光 而且 这点红光是越来越亮 越来越大 只是眨眼之间 就已经化成了万千红芒 出现在了我的周围 而在这刺眼的红芒当中 我勉强可以看到 在我的正前方 一个人正缓缓地朝着我走了过来 由于眼前的红光太过于刺眼 我根本看不清楚 她的容貌 只能从她走路的姿势和身段勉强看得出来 她应该是一个女人 而且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觉得自己应该认识她 却又一时之间想不起来 她到底是谁了 102红莲之力 女人只是看了我一眼 便娇称道 你这个小家伙 还真是喜欢惹麻烦 如果不是因为你金山童子的命格 我还真以为你是在做死呢 说着 她把头凑到了我的面前 也正是因为这样 我终于看清楚了她的模样 这是一张几乎美道让人窒息的俏脸 也同样美道让我无法形容 相信任何一个男人 在看到这张脸之后 都会舍不得一开目光 然而 我却不同 在看到这张脸之后 我却是心中一寒 因为她给我的印象 实在是过于可怕 当初我体内的72位引路仙 全部出动 再加上我请出了请神罗 这才勉强镇压住她 论实力 她是我记忆以来最强的一位仙家 我几乎是脱口叫出了女人的名字 赤妖 红莲 没错 此刻出现在我眼前的 正是赤妖红莲 可以说 我几乎没有见到过她真正的模样 可是 却完全记得她身上的气息 她给人的感觉 总是那么的高贵 不可一世 甚至是需要万物的敬仰 听到我叫出了自己的名字 赤妖红莲露出了笑容 背着我说 你小的还不错 居然还能不记得我 我当初说过 你是我的 没有我的允许 你绝对不能出事 难道你忘了吗 看着她脸上的笑容 就仿佛是冰山雪原里面 升起的一抹阳光 让人说不出的开心 我现在缺 只能是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 不清楚 她这个时候出现是什么意思 该不会是打算 在六眼邪神动手之前 要了我的命吧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赤妖红莲 已经把头凑到了我的耳边 压低声音说道 难道你忘记 我之前交代过你的话了吗 今天是个例外 我主动帮你 下一次了一定要记得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一定要叫出我的名字 话音刚落 我突然就感觉到 自己的脖子上传来一阵剧痛 她居然一口咬在了我的脖子上 也不知道她用了多大的力气 总之 那种疼痛感几乎让我无法承受 这似乎是来自于 灵魂深处的一种疼 无法忽略 这种疼痛让我猛然惊醒 我这才注意到 自己还是站在那个小庙里面 眼前的一切 还是和之前一模一样 哪里有什么红莲的身影 不过 之前被红莲咬过的那个烙印 此刻却是疼得厉害 最后 我实在是承受不了这样的痛苦 发出了一声大吼 而几乎是与此同时 从我脖子处那个红莲烙印的地方 散发出了刺眼的红光 随着红光闪现 我的半边身子上 就覆盖了一层红色的符纹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过 随着这符纹的出现 我的身体 也似乎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同时 之前那些进入 我身体里面的黑影 此刻 却仿佛是逃避温神一般的 开始从我的身体里面 争先恐后地往外逃 那些逃得慢一点的 在红色符纹的压制之下 居然化成了一缕青烟 魂飞魄散了 很快的 所有的黑影 全部从我的身体里面逃了出来 而我也重新地获得了自由 我抬起头 看向了眼前六眼神像 身上那股强大的力量 让我有一种 和他大干一场的冲动 我不断地将红莲的力量 注入破碎里面 破碎也仿佛是回应我一般 不断地发出了一阵愉悦的声音 这让我非常好奇 他到底是什么来历 为什么会有这么奇特的表现 能够驱邪已经非常不简单了 更是让仙家们都那么忌惮 现在居然还可以吸收红莲的力量 隐约间 我可以感受得到 手里面的这把破碎 一定隐藏着一个天大的秘密 随着我将红莲之力 不断地注入破碎当中 破碎也开始慢慢地变成了红色 同时 还有大量的蒸汽 从他的身上散发了出来 我毫不犹豫地出了手 只见一道红芒闪现 破碎已经将六眼神像 半个脑袋削了下来 在红莲之力的加持之下 破碎似乎更加地锋利了 随着六眼神像半个脑袋 从石像上面脱落下来之后 整个小庙里面 也传出来了一阵刺耳的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这声惨叫格外地大 甚至还能够牵动我们的心神 让我们跟着一起胆战心惊 就连一直昏迷不醒的琴霜梅 此刻也被这个声音给吵醒 一脸呆滞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完全不清楚 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现在根本来不及和他解释 因为我看到此刻说着 那六眼神像的断口处 居然涌出了大量的烟红血水 这些血水就仿佛是喷泉一般 不断地朝着前面喷涌着 无穷无尽 而且我还依稀可以看到 在血水里面仿佛是有着无数手臂 在虚空当中不断地抓着 撕扯着 似乎是想要把眼前所有的一切 全部撕裂一般 见状 我连忙退回了老肥的身边 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 问了一声 没事吧 老肥点点头 也没有了平嘴的兴致 只是皱着眉头对着我问 这东西太邪性了 咱们应该怎么办 我咬了咬牙 自己现在能够用得上的东西 全都用上了 可以说 所有的看家本事 今天全都拿出来了 现在已经有些前驴技穷了 我看了看 仍旧是坐在地上 一脸惊恐的情双眉 淡淡地说 带上他 我们快点从这里离开 说话间 我已经来到了老肥的身边 伸出手一把 把他给拉了起来 然后一起回到了情双眉的身边 也就在这时 情双眉终于反应了过来 有了意识 不过 紧接着脸上 便充满了惊恐的神色 指着我们的身后 大声地叫道小心 他过来了 猛然听到这么一句话 我的头皮一码 也顾不得身后是什么东西 转身就把破碎狠狠地刺了出去 几乎是与此同时 我也总算是看清楚了 对方的真实相貌 这居然是一个血人 全身上下 没有任何的皮肉 完全是被鲜血所包裹 而此刻 我手里面的破碎 已经狠狠地刺在了他的额头上 那个血人 立刻发出了一声淒厉的惨叫 转身化成了一片血水 消失在了我们的眼前 103坠入血河 看着周围的血水 蔓延得越来越多 整个小庙也开始 剧烈地晃动了起来 就仿佛是地震了一般 甚至 玉钉上面有很多石头 都开始掉落下来 不断地落在我们的附近 老肥毫不犹豫地 一下子背起了禽霜霉 跟着我抬脚 就朝着外面跑 由于小庙晃动得厉害 我们有好几次 都差一点摔倒在血水里面 尤其是老肥 他的身上本来就有伤 再加上背上还背着禽霜霉 在这种剧烈的晃动之下 整个人身形不稳 朝着身后就崴倒了下去 我手急眼快 连忙伸出手 一把抓住了老肥的肩膀 然后用力往回一拉 凭借着红莲之力 那巨大的力量 硬是把老肥那硕大的身躯 给拉了回来 他虽然回来了 可是 禽霜霉却从老肥的背上 甩飞了出去 静直地掉进了不远处 那翻滚的血液当中 让我没有想到的时候 眼前的这片血液 并不算太多 可是 禽霜霉再掉进去之后 却仿佛是掉进了 一片汪洋大海里面一般 没有了半点的影子 见状 我和老肥两个人 都不由地瞪大了双眼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 所看到的景象 这么一个好端端的人 怎么会说不见就不见了呢 我看了一眼 前方仍旧在朝着我这边 不断蔓延的血液 明白一定是他们有问题 就转过头对着老肥说 你先出去 我去试试看看 能不能把他招回来 听到我这么说 老肥连忙抓住了我 现在他在什么地方吗 如果这些根本就不是血 而是一种酸 现在的他已经被腐蚀了 你难道也要去试试 我知道 老肥这是关心我的安慰 不过 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就对着他说 你放心吧 我自由分寸 那行 要去肥业 我陪你一起去 你一个人 我不放心 我苦笑了一下 却并没有让他留下来的打算 而是抬起手 在他的后背上用力一推 他整个人也就这么凭空飞了起来 直接从小庙里面飞了出去 而我则是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跳 跳进了前方的血液里面 和我所猜测的一样 这片血液的确有猫腻 我才刚刚跳进去 整个人就仿佛是跳进了大海里面一般 周围全都是红色的血水 我不断地游动着 尽量不让自己沉得太深 我转身在这血海里面不断地眺望 因为血海当中可见度非常的低 到处都是模模糊糊的红色 所以 想要在这里找到情双眉非常的困难 我暗自推算了一下 他沉下去的时间以及位置 猜测 他应该就在我的下方不远处 于是我朝着下方就游了过去 没一会儿的功夫 果然就看到在下方漂浮着一个人 不过 却并不是非常的清楚 只能从那长长的头发判断 那应该是个女人 我没有多想 潜意识里面觉得 他就应该是情双眉 于是 毫不犹豫地就游了过去 伸出手 就准备把他拉过来 然而 就在我的手即将触碰到他的肩膀的时候 突然 我发现了一件事情 我记得情双眉之前穿着的是 一套运动装 可是 眼下这个背对着我的女人 却是一身的连衣长裙 难道说 这个女人根本就不是情双眉 那么 她又是什么人 就在我迟疑间 突然 就感觉到 一只手抓在了 我的肩膀上 我不由得全身哆嗦了一下 本能地转过身 朝着身后看了过去 这一看之下 这才注意到 此刻在我的肩膀上 的确抓着一只手 而且 那只手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我在寻找的情双眉 看到情双眉 居然出现在了我的身后 我微微一愣 就对着她 投去了疑惑的目光 情双眉也没有给我解释什么 而是抓着我的手 朝着上方就游了上去 我不清楚 她想要干什么 不过 就在我也准备 跟着她一起游上去的时候 情况再一次出现了变化 我的一只脚腕 好像是被什么东西 紧紧地抓住了 情双眉现在就在我的上方 也就是说 抓住我的 不可能会是她 那么 那会是谁呢 难道说 想到这里 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而是连忙扭过头 朝着下方看了一眼 果然就看到 之前漂浮在下面 那个女人的一只手 此刻 就这么紧紧地抓在了 我的脚腕上 而在我低下头去看她的同时 她也抬起头 朝着我看了过来 一张脸上苍白如指 在这浅血水里面 显得是格外的阴森 诡异 在和我的目光 对视在了一起之后 女人显得格外的开心 居然咧开嘴 笑了 不过 她笑的却是异常的惊悚 那张脸 可能是因为长时间 浸泡在这血水里面 表面上没有什么变化 实际上 却是早就已经严重腐烂 也正是因为这样 随着她这么一笑 整张脸皮 立刻被扯得四分五裂 里面的那些腐肉 包括隐藏在腐肉里面的蛆虫 一下子全部暴露在了我的眼前 看到这惊悚的一幕 我被吓得几乎不知道 应该怎么办才好了 而那女人 却在慢慢地朝着我靠近 脸上的那些碎肉和蛆虫 居然随着血水的流动 朝着我飘了过来 甚至有几只蛆虫 已经落在了我的脸上 我完全承受不了 这种恶心和压抑 抬起另外一只脚 狠狠地踢在了她的脸上 仅仅是这一下子 居然踢掉了 她脸上大块的腐肉 露出了下面那 白森森的骷髅不过 也因为这一脚 我也彻底地拜托了她 转身跟着情双眉 就往上面游 在受到了攻击之后 那俯师也开始发狂了 张开大嘴 似乎是在怒吼 却是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可是 接下来的一幕 却是让我有了一种 触目惊心的震撼感 只见在我下方的昏暗里面 居然出现了一层层的暗流 甚至将下方的血水 搅动得不断荡漾 紧接着 我就看到下方数不清的腐尸 相互拥挤着 争先恐后地 朝着上方冲了上来 没错 他们的样子完全是在冲 并不是游 似乎是想要急着过来 将我给碎尸万段一板 104重回现实 秦双眉似乎是察觉到了 身后的异常 转身就打算看一眼 我则是连忙抬起手 遮挡住了她的视线 然后折纸上面 示意她什么也不要管 快点从这里游出去 我不敢让她去看 身后那惊悚的樱幕 因为我担心 她在看到身后 有着无穷无尽的腐尸 在追赶我们的时候 她的心里面 会承受不住那种压力 而带来无法挽回的麻烦 不过 秦双眉却是非常的聪明 看到我的举动 立刻就猜到了一个大概 也不去看 而是快速地跟着我往上游 然而 之前我并没有感觉自己 游下去多深 可是 现在却是无论如何 也游不出去了 这让我开始感觉到了不安 如果我们两个人 始终是这种情况的话 那么 即便是后面的那些腐尸 没有追上来 不会把我们怎么样 我们也会在这里被溺死 不行 这么下去绝对不是办法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无法让自己静下心来 神识进入点仙台 所以 我只能用这一种办法了 想到这儿 我也不再犹豫 抬手将禽霜眉 朝着上面就摔了出去 希望她能够借助 我的力气从这里离开 而就在我停顿的这会儿功夫 下面的那些腐尸 也全部冲了上来 将我席卷在了其中 而就在我即将被淹没的一瞬间 我在心里面 发出了一声呐喊 红脸 随即 我的眼前一黑 整个人就彻底地被腐尸 包裹在了其中 然而 就在我的神志 马上就要失去的时候 一声女人的娇笑声 传进了我的耳朵里面 哥哥 我还以为你这辈子 都不会需要我吗 不过 既然你叫出了我的名字 我便不会失言 话音刚落 我突然就感觉 眼前的黑暗 出现了一丝光亮 紧接着就是红光大放 我可以清楚地看到 眼前的那些腐尸 全部被震飞了出去 就仿佛是风中的落叶一般 丝下纷飞 有的承受不了强大的冲击力 就这么被撕扯得四分五裂 不仅仅是他们 就连我周围的血水 也在快速地旋转 慢慢地朝着周围退了出去 很快的 我的周围边 出现了一块空地 血水也无法涌过来分吼 我也趁着这个机会 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抬眼朝着周围看了过去 此刻 我身体周围十多米外的地方 还是大量的血水 而那些腐尸 也全都漂浮在其中 等着一双双腐烂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我看着 我低下头看了一眼 这才发现在我的脚下 是当初所见到过的 那条赤色巨蟒 这应该就是红莲的真身形态 而我就这么站在她的头顶 颇有一种腐尸众生的感觉 没有想到 救我的 却是一直都想要杀我的她 我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看着眼前的那些腐尸 对着脚下的红莲淡淡地说 现在 你可以护着我们离开这里吗 赤色巨蟒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对着前方 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 几乎是与此同时 一股强大的能量波 就被她吼了出来 挡在我们前方的那些血水 和其中的腐尸 再一次地被掀飞了出去 赤色巨蟒也带着我 朝着前方就冲了出去 只是眨眼间 已经冲出去了几十米远 站在赤色巨蟒的头上 我可以感受到 阵阵净风袭面而来 将我身上的衣服 吹得烈烈作响 而我所稳稳地站在她的头上 丝毫不为所动 周围的那些腐尸 在看到我们准备离开之后 开始不顾一切地冲过来阻拦我们 可是 蝼蚁安能感动神威 他们才刚刚冲过来 还没有触碰到赤色巨蟒的身体的时候 就全部被振振气流先飞了出去 很快的 赤色巨蟒就带着我 追上了情双眉 此刻的她 似乎也感受到了 身后有什么东西追了上来 下意识地扭过头看了一眼 结果 一眼就看到了 那体型巨大的赤色巨蟒 顿时被吓得差一点丢了魂 不过 在这最关键的时候 她还是注意到了 我正站在巨蟒的头顶 不由的是为之一顿 我没有说话 只是抬手指了指她 脚下的赤色巨蟒 便一扭身子 将情双眉接在了背上 然后带着我们继续往上冲 现在赤色巨蟒的身上 情双眉也终于恢复了呼吸 在大口喘息了几次之后 这才一脸震惊地盯着我问 小 小鱼 这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她所说的 应该是我们脚下的赤色巨蟒 便淡淡地说了一声 没什么 只是被一个想要我命的冤家救了而已 听到我这么说 情双眉立刻露出了不解的神色 其实 不仅仅是她 换成任何人也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毕竟 他们都不知情 我也没有过多解释 而是一把扯住了情双眉的一只手 看着前方对着她大声地说 快点做好准备 我们马上就要从这里出去了 听到我这么说 情双眉居然甩开了我的手 反而是从后面 一把搂住了我的眼 这软玉温香的 倒是让我猝不及防 不过 我还是尽量地不去胡思乱想 而是对着脚下的赤色巨蟒大声地说 我们冲出去 听了我的话 赤色巨蟒发出了一声咆哮作为回应 然后身子一窜 便加速朝着外面飞了出去 只是片刻功夫 我直觉眼前忽然变得一暗 紧接着 我和情双眉便重新地出现在了小庙的门口 而那赤红巨蟒 却是消失不见了 只有我半个身子上的血红纹身 还在散发着耀眼的光芒 并且 带着我和情双眉 从小庙里面飞了出去 我们两个人 静止地从小庙里面飞了出去 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而几乎是与此同时 我身上的红色纹身 也全部消失不见了 守在外面的老肥 早就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急得不停地走来走去 突然看到我们出来了 也是非常的惊喜 跑过来询问我们怎么样了 我看了一眼 仍旧是晃动个不止的小庙 心里面明白 事情可能并没有结束 果然 就在我刚刚想到这里的时候 突然 眼前的小庙轰然崩塌 一层层翻滚的血浪 朝着我们劈头盖脸的 就扑了过来 105 仲仙线身 Basics Come 张杰加在失败 或者内容正在手打中 请稍后访问 106 邪神陨落 随着震仙印出现 黄先生也对着我大喝一声 就是现在 说着 直接就将震仙印丢了出去 震仙印再次化成一道金光 狠狠地撞击在了前方的血浪上 在震仙印的攻击之下 前方的那片血海 简直如同虚射 只是一下子 就被撞击出了一个通道 我没有任何犹豫 连忙跟了上去 顺着这条涌道 一直往里面跑 然而 血浪里面隐藏的东西 似乎并不打算让我这么顺利地过去 时不时就会有东西从里面出现 来阻挡我的去路 不过 我身后的仲仙家 也连忙做出了应对 一个个化成道道霞光 全部撞击在了那些阻挡我的东西上 顿时 在我的前方 是一片血液飞溅 我就这么在仲仙的掩护之下 重新回到了 应该是小庙的地方 之所以会说应该 那是因为 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 看着眼前的六眼神像 我大喝一声 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 同时 手里面的破碎 狠狠地刺进了 他的命关位置 只是这一瞬间 我的耳边立刻就传出来了 一阵凄厉的惨叫声 这一次 我没有任何犹豫 手上用力 将破碎 几根没入进了他的胸口 也正是因为这一下子 从六眼神像的胸口 朝着周围 扩散出了道道深深的裂痕 与此同时 那些裂痕里面 也涌出了一股强大的犀利 外面的滔天血海 被这股犀利带动 开始狂涌进了 六眼神像的身体里面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刚才还在倒腾的血海 此刻就全部被 六眼神像吸进了身体里面 我立刻感觉到 周围仿佛出现了一片真空地带 周围的一切似乎 都变得安静了下来 这种情况 一直持续了十几秒 随着一声咔嚓的声音传了出来 眼前的石像上面的裂痕 变得更加的多紧接着 我就听到了一声巨响 眼前的六眼神像 居然就这么破碎了 同时也传出来了一股巨大的力量 我在毫无防备之下 被这股力量冲击地倒飞了出去 我不知道自己倒飞了多远 只能够听到 耳边不断地传来呼呼的风声 按照这样的速度 一旦我落地的话 恐怕身体一定承受不了 而就在这时 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背后 被我扶住 我转过头看了一眼 他们慢慢地化解了我身上的力道 带着我重新回到了地面上 而等到我再次去看 眼前的情况的时候 这才注意到 自己现在居然是 现在村口的位置 刚才的那股力量 居然把我给弹飞出了这么远 而更加让我震惊的是 之前的寡子村 此刻已经和那座小庙一样 化成了一片废墟 完全看不出来 这里曾经是一个村子 面对这种情况 我不由得一些感叹 有些不敢想象 这些都是真的 黄先生等仙家 也出现在了我的身边 他看了看前方的废墟 这才叹了口气 对着我说 那个所谓的邪神 已经消失了 这边的事情 也算是解决了 小语 咱们还是回去吧 我点点头 随即又想到了什么 忍不住伸出手 在自己的脖子上 那个红莲烙印的位置摸了摸 却并没有感觉到任何异常 看到我的举动 黄先生也猜出了我的想法 对着我说 这一次也多亏了他 如果不是他在你的身上 留下了烙印 让你有了他的力量 恐怕事情 会变得更加的糟 文言 我也点点头 同时也在心里面感叹 对于这么一个一敌一友的存在 我真的不知道 应该怎么面对 黄先生抬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 说 你也不要想太多 一切随缘 既然这边的事情解决了 你也快点回去吧 你的朋友们还在等着你呢 说完这话 黄先生等人 这才重新地回到了点线台中 我这才想起来 老肥和秦双梅还在这里 就连忙回头去寻找他们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和他们重新地会合在了一起 两人并没有询问 我刚才的事情 只是一声不响地跟着我往回走 这件事情到了这里 也算是彻底地结束了 不过 我的心里面却并不是很舒服 一来是因为 整整一个村子的人 仅仅在一夜之间全部死了 即便是他们 原本就很有可能不是人 可是 我还是有些不太痛快 二来则是因为老高 我不明白他这么做 到底值不值得 难道说 金钱 地位真的要比人性还重要吗 为了得到那两种东西 他难道真的可以放下人的本质吗 在将近天亮的时候 我和老肥两个人把琴霜梅送回了小区 我们也回到了宿舍 闷头大睡了起来 这一觉睡得是格外的舒服 直接睡了一天一夜 直到第二天上午 我才中午醒了过来 准确地说 我是被饿醒的 起床翻找了一遍 却并没有找到任何能吃的东西 而更加让我感觉到诧异的是 老肥此刻居然不在这里 这祸平时可是要比我懒得多 正常来说他 现在应该也不会醒才对 这会儿 功夫人又去了什么地方 思来想去 我还是忍不住拿起手机 准备给他打个电话 结果这个时候 我的手机却是突然响了 上面显示的正是老肥的名字 我微微一愣之后 就滑动了接听见 还不等我来得及开口说话 手机里面便传出来了 老肥的紧张又急促的声音 兄弟 你在哪了 快点过来救我 我快要坚持不住了 突然听到他这话 我是一头雾水 连忙询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 老肥好像是并没有多少时间解释 只是告诉我 他现在就在平时摆摊骗人 不对 是算命的地方等我 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这一下 我彻底的懵了 不清楚 老肥 这到底是又惹到了什么麻烦 从刚才电话里面 我不仅仅是听到了老肥的声音 还有着一阵嘈杂 好像是老肥被人给围攻了 想到这里 我披了一件外套 就从宿舍里面冲了出去 不管怎么样 先把老肥救下来再说 107生意红火 从学校里面出来 我就打了一辆出租车 朝着神仙桥过去了 出租车的司机大哥 也是个热心肠 在听说我要去神仙桥之后 还不忘劝我两句 说那里都是一些江湖骗子 没有什么真有本事的 如果我真的是 遇到了什么问题 他倒是认识个真正有本事的人 推荐我去过去看看 另外 还不忘苦口婆心的教导我 现在是科技时代 这些东西 迟早都是要被取缔的 也不能太相信了 我现在哪有心思听他说这些 恨不得马上开了先眼 去看看老肥那边的情况 大约十多分钟之后 出租车终于是在神仙桥的路口 停了下来 因为这里的道路两边 全都是摊位 所以 一般的车子都无法正常行驶 我也只能是付了车钱 从车上跑了下去 我一路跑到了老肥的摊位前面 果然就看到 此刻在那里已经围满了人 那些人相互拥挤着 一个劲的往前冲 看到这里 我担心老肥会有危险 连忙跑了过去 想要把那些人分开 进去看看老肥的情况 结果 我的举动 却是惹恼了前面的那几个人 他们回过头 对着我脸红脖子粗的吼道 起什么节 没看到我们正在排队吗 想要看事 就到后面排队去 文言 我差一点骂娘 心说 你们在这里动手打人 居然还要排队了 而且 还这么理所应当的 不过 很快的 我就反应了过来 看事看什么事 难道说 想到这里 我尽量的 让自己冷静下来 再次去观察眼前的人群 随着我冷静下来 我也终于发现 事情好像并不是 我想象的那个样子 这些人虽然蜂拥而上的往前挤 却并没有动手的迹象 反而是一口一个成大师叫着 再联想到刚才那人的话 我这才明白过来 感情这些人 并不是来找麻烦的 而是过来 想要请老肥算命的 不过 同时我也感觉到了一阵纳闷 心里面诧异 这老肥的生意 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好了 如果不是因为和他太熟了 我甚至都怀疑 他真的有这方面的本事呢 既然老肥没有危险 我也就不着急了 就随便地找了地方蹲了下来 准备先看看情况再说 而这时 我才注意到 在我的身边 还蹲着一个老头 这老头我见过 也是这神仙桥一代算命的 脸上戴了一副墨镜 自称是祖传的瞎子摸骨 也不知道 这祖传的是瞎子 还是摸骨 不过 听老肥说 这瞎子色得很 总喜欢给年轻漂亮的 小姑娘摸骨 当初我还不明白 这老头不是瞎子吗 他怎么知道 人家是年轻漂亮的 后来也总算想通了 这货和老肥一样 都是那套骗人的把戏 而此刻 这老头的一张脸 对着老肥那边 脸色不是很好 显然有一种气急败坏的样子 最后 直接把墨镜拿了下来 往地上一摔 用一股浓重的天津口音 骂了一句 不要个逼脸了 说完 转身就走 我则是一阵哑然 而就在这时 我的手机又响了 我拿出来看了一眼 来电显示 还是老肥的名字 我看了看眼前的人群 无奈地接通了电话 手里面立刻就传出来了 老肥焦急的声音 兄弟 你到底来了没有 我这边真的应付不来了 他们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一个人摆不平啊 我翻了翻白眼 不满地说 我倒是想要帮你 可是他们 总得让我挤进去吧 听了我的话 手机里面沉默了 不过 我却是看到 从人群里面 挤出来了一颗硕大的脑袋 不用说也知道 这是老肥的脑袋 他左右巡视了一圈 在看到我之后 立刻来了精神 没开玩笑地 对着我教导 小语 这边 快点过来 说着 又对着那些人 不耐烦地说 你们都让开一点 我兄弟韩飞雨来了 一听到我的名字 所有人全都安静了下来 琪琪转过头 朝着我看了过来 然后便满脸奉承地过来 和我说着一些 不疼不痒的话 看着他们的样子 我有些不知所措 就这么被他们簇拥着 来到了老肥的身边 我一边对着周围那些人 抱以微笑 一边对着老肥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该不会是你请回来 制造声势的托吧 老肥也同样 皮笑若不笑地回应我 你看肥爷 我像是那种 喜欢用钱打水漂的人吗 听到老肥这么问 我也感觉 这种事情 不像是他能够做出来的 可是 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他做的 那么又会是谁呢 就自己我们两个人 傻傻地站在这里 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 一辆红色的宝马超跑 从不远处行驶了过来 发出了一阵好听的马达声 同时 也引起了神仙桥街上 所有人的注意 超跑一路急迟 却是在我哥老肥 前方不远处停了下来 紧接着 车门打开 一个身材高挑 前凸后翘 穿着一身一身职业装的女人 从车上走了下来 尽管她的脸上 带着一个大大的太阳镜 我还是可以认出 直到秦双梅出现在这里 我心中已经有了一个大概 看来 这件事情 应该和她脱不了干系了 不得不说 秦双梅无论是身材 脸蛋还是气质 都是万里挑衣的那种 甚至不属于任何一位 当红女明星 随着一阵哒哒的脚步声传来 秦双梅也静止 走到了我们的面前 之前围攻老肥的那些人 似乎都认识秦双梅 纷纷和她打招呼 秦双梅也是微笑着做出回应 这样一来 更加确定了我心中的想法 还能够忙得过来吗 我苦笑着对着她问 这些人都是你安排的吧 这可是要破费了吧 听了我的话 秦双梅娇笑着摇了摇头 其实也没有花钱 他们都是 我在生意上的一些朋友和客户 我昨天也就在微博和朋友圈 提了一下你们 他们也就过来了 其实 像我们这些做生意的 谁不想一帆风顺 平安无事呢 108家中出事 张杰家在失败 或者内容正在手打中 请稍后访问 109死而不将 猛然听到这么一句话 我整个人就犹如是晴天霹雳一般 完全蒙了 手机也从手里面脱落 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奶奶走了 这怎么可能 她的身体那么阴朗 气息旺盛 完全不像是大线将至的样子 怎么可能说走就走了呢 难怪刚才我的心会压抑得那么难受 原来是一种预感 一种身边人离开我的预感 一旁的老肥被我的反应给吓得不轻 连忙帮我把手机捡了起来 并且询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张了张嘴 几乎是用出了全身的力气 才把这件事情和她说了出来 老肥也是被吓了一跳 同样是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 不过 还是最先反应了过来 连忙看了一辆出租车 拉着我就上了车 坐在车上 我一言不发 脑袋里面也开始不断地 思索着奶奶的事 隐约间 我感觉这件事情有些不正常 奶奶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事情 才会出事 只要不是受归正寝 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都要把奶奶带回来想到这里 我给老肥递了个眼神 老肥心领神会 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话 我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神识快速地进入了点仙台上 然后对着上方的众仙大声地说 各位 我有一件非常着急的事情 需要你们帮忙 我的家里面出事了 所以 想请各位 先我一步回去看看 如果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家中作乱 希望你们能够出手帮忙解决 我随后就到 听到我的话之后 顿时有十几道光滑闪现 胡门 带着柳青青 柳萌萌 以及十几位仙家 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胡门 一改之前的媚态 对着我点了点头 小冬子放心吧 我们这就过去 不会让家里出事的 说着 带着众仙家 消失在了我的眼前 看到胡门他们离开 我也略微放心了一些 然后再次开口叫了一声 黄先生 话音刚落 黄先生的身影 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我对着他说 黄先生 你能帮我算一下奶奶的阳寿吗 我总觉得 这件事情 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黄先生点点头 然后闭上双眼 手指在虚空当中连连点动 大约是五六分钟的功夫 他终于是睁开了双眼 对着我点点头 说 你猜测的没错 老太太的阳寿 的确并没有到 而是受到了外邪轻身 所以才会有此一劫 听到这话 我的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 心里面暗自决定 不管这次遇到的是什么东西 我都不会让他有好结果的 很快的 我们来到了村口 老肥腹的车前 就跟着我一起下了车 往前走了没几步 两位仙家突然现身 站在了我的身前 看到他们出现 我连忙询问了一下事情 他们看了看我只是 让我抓紧时间回去 其他的并没有说 不过 他们越是这样 我就越是紧张 而等到我们回到家 大门口的时候 这才注意到 此刻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 已经站了很多的人 不用说 他们都是村子里面 过来帮忙的 只是这个时候 他们都朝着外屋看着 也不知道在看什么 都挺专注 甚至就连我和老肥走进去 他们都没有察觉 守在这里的胡门等 仙家看到我回来了之后 只是对着我点了点头 并没有说什么 柳青青和柳萌萌 则是很在我的左右 一起往前走 刚刚走进院子 我就听到我爸的声音 从外屋传了出来 陈赤脚 你看我妈这情况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片刻之后 陈赤脚的声音 也传了出来 大兄弟 这件事情不是我不管 而是实在管不了啊 和二姑这一次得罪的东西 实在是太厉害了 就连和二姑 她自己都解决不了 我一个野路子 又能有几分能耐 刚才你也看到了 不管是失真还是招魂 和二姑是一点反应 也没有 我也是一点办法 也没有了 听到这里 哀求的口气 对着陈赤脚说 不管怎么说 你也帮忙想想办法 看看还有没有没有想到的 只要是能救人 我们什么都可以接受 陈赤脚叹了口气 对着我爸说 这件事情不好办啊 搞不好和二姑这旅魂魄 已经入了地府 只要是在那边落了急 恐怕就连神仙也无法带回来了 要不 你们还是焚异如香 求求你家老仙 看看他们能不能帮上忙 说到这里 她话锋一转 不过 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几率很小 毕竟 遭殃让你三更死 谁能留人过五更啊 我能 突然听到我的声音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转头 朝着我看了过来 一看到说话的人是我之后 众人全都是一愣一愣 爸妈再看到我回来了 同时露出了惊喜的神色 我爸更是连忙跑到了我的眼前 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带着我就往屋里跑 让我看看奶奶的情况 我也没有任何犹豫 跟着我爸就进了屋子 刚刚进屋 我就看到奶奶的身体 已经被抬到了一个门板上 门板下面则是两个长的 在我们这里有个风俗 只有死人的尸体才会这么摆放 为的就是不吸收地气 免得发生启事事件 可是奶奶现在并没有死 为什么要这么做 想到这里 我语气不善地对着我爸说了一声 爸 爸奶奶从上面抬下来 这里太凉 对奶奶身体不好 说着 我就过去保住了奶奶的身子 立刻感觉到了 奶奶身上那冰冷的气息 虽然此刻没有了任何生机 不过 身体却是并没有僵硬 死而不僵 这就说明事情还有缓和 察觉到了这一点之后 我也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看到我的举动 陈赤脚有些紧张 连忙走了过来 对着我说 小语 你可千万不能意气用事 你这么做可是坏的规矩 万一出了什么事情 不好解决 再说了 和二姑她已经 不等她把话说完 我便打断了她的话 说道 奶奶没有死 而且 即便是真的浑入地府 我也会亲自把她接回来的 正如我之前所说的 阎王派人三更死 我能留人过五更 一一零零星有预兆 随着我这句话刚刚出口 周围的人全都静入寒蝉 估计是被我话里面的意思给惊到了 陈赤脚犹豫了一会儿 这才把我拉到了一边 对着我说 小语 如果你能够救回和二姑 自然是最好 可是 我要告诉你 这件事情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奶奶在这周围 十里八乡的威望 实在是太高了 甚至因为她的存在 影响了很多人的利益 对她不满的人太多 你这么做 难免明天一早 会有人上门找麻烦 所以 你要想清楚了 我知道 陈赤脚是一片好心 不过 还是忍不住 用冰冷的语气说道 我韩飞宇从来都不喜欢惹事 但却也并不怕是 他们要来 我拦不住 可是 想要闹事 就没有那么简单 大不了就来一场斗仙 我要让他们知道 谁才是真正的马家弟子 见到我意已决 陈赤脚也只能是叹了口气 不再继续劝我 而是开始给我讲了一下 奶奶的情况 现在的奶奶 就这么平躺在炕上 脸上的表情异常的祥和 不过 脸色却是青黑色 就好像是中毒了一般 尤其是一双眼眶 更是黑的吓人 一个人 哪怕是尸体 都不会轻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绝对不正常 我伸出手 放在了奶奶的额头上 同时 心里面招呼了一声白紫烟 顿时 在我的手上出现了一丝 若有若无的白色气流 就这么顺着 我的手进入了奶奶的身体里面 很快的 又再次回到了我的手上 同时 我也清楚了奶奶的情况 奶奶之所以会变成这个样子 完全是因为湿气入体 中了湿毒 这才导致 她三魂七魄离体 变成了一个假死的状态 可是 这好端端的 又怎么会出现尸毒呢 难道说 奶奶这段时间 又经历了什么 我不知道的事情 想到这里 我侧过头 对着旁边的空气问了一声 奶奶身上的尸毒能治吗 随着我说话 白紫烟的倩影 也出现在了我的身边 她迟一片刻 这才缓缓地说 当然能救 不过 却是比较麻烦 一来 需要尽快地 找回她的三魂七魄 让她们尽快地 回到老太太的身上 不然 三魂七魄离体的时间太长 就会无法回归本体 那样一来 也就无法还魂了 其次 解铃还虚细凌人 既然老太太是中了尸毒 就必须要用那尸体的毛发做药影 才能驱除尸毒 这两件事情 缺一不可 听到白紫烟的话 我点点头 表示自己记住了 其他人在看到我对着空气 自言自语之后 全都没有多说什么 都是在静静地看着我 而我这个时候 也转过头 对着我爸问了一声 爸 你能告诉我 奶奶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吗 只有知道了来龙去脉 我才能把奶奶就回来 听到我说 能把奶奶就回来 我爸脸上一喜 在回忆了一番之后 这才想起了什么 对着我说 你还别说 你奶奶出事之前 还真的出了一档子事 那天你奶奶一大早 就显得坐立不安 就好像是有什么事情 即将发生一般 不管做什么 都是心不在焉的 后来 将近晨午的时候 靠山屯的一家人来到我们家 说是他们家里面 有女人闹了邪病 想要请你奶奶过去 帮忙给看看 起初 你奶奶并不想去 毕竟今天一直都感觉不太对劲 不适合出门办事 可是 却经不住骂人一个劲的哀求 甚至还给你奶奶跪下来磕头 在实在是没有办法之后 你奶奶这才答应了下来 跟着那个人走了 现在想想 之前你奶奶每一次出门的时候 都会给老仙上一炷清香 可是 那一次却是因为心烦 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 听到这里 我微微皱了皱眉头 奶奶之所以会心绪不宁 一定是感应到 可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才不打算出门 可是 受不了别人的哀求 也就答应了下来 不过 却忘记告诉老仙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奶奶那天出门并没有带着仙家走 而是一个人过去的 我爸接着说 你奶奶一走就是一小天的时间 等到他再次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他脸色不对 整个人也仿佛是有些不太对劲 你爷爷问他发生了什么 他也是一句话也不说 只是回到房间里面 开始收拾东西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放在心上 还以为是因为那家的问题严重了 你奶奶回来收拾一些东西 准备再回去帮忙的 可是 很快的屋子里面 就没有了动静 这让我们感觉到 事情可能并不是 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 于是 我就让你妈进去看看 结果 就看到你奶奶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把装老衣服给穿上了 就这么平躺在炕上 一动也不动 你妈被吓坏了 连忙招呼我和你爷爷过来 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一个劲地询问你奶奶 你奶奶却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说自己这一次 是再劫难逃了 自己的三魂七魄 已经被勾走了 现在只留下这么一口气回来报信 并且让交代后事 还格外强调了一件事情 听到这里 我心中一动 连忙询问是什么事 我爸没有说话 反而是爷爷在一旁开口说 你奶奶说了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能接受这件事 那个地方邪惑 你不能去 听到这里 我沉默了 心里面明白 奶奶这话 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先不说奶奶在这方面的能力 只说 她三魂七魄都已经离体 还要硬撑着 一口气回来交代我这些 从此可见奶奶是真心不希望我过去 可是 我真的就因为会有危险而逃避吗 别的时候也许可以 现在 不行 奶奶能为我做的 我现在也同样可以为奶奶做的 想到这儿 我对着我爸说 爸 这里人多嘴杂 你让外面的人都散了吧 奶奶没有死 用不着大家过来帮忙 另外 他们在这里 我也不好做事 听到我这么一说 我妈连忙过来拉住了我的手 担心地说 小语 你想干什么 我淡淡地回答 我去下面把奶奶的魂魄给带回来 一百一十一出入九幽 我此话一出口 就仿佛是一旦激起千层浪一般 让家里面人的脸色同时大变 爷爷更是一把抓住了我 苦口婆心地劝说 小语 你可不要乱来 你奶奶出事之前 可是着重提到了这件事情 不让你插手 你奶奶都因为这件事情 变成了这个样子 如果 如果你再出事的话 那咱们家 我对着爷爷笑了笑 爷爷 你放心吧 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毛头小子了 我知道什么事情该做 什么事情不该做 心里面有分寸的 说到这里 我转过头对着老肥说 老肥 家里面的事情 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如果像陈叔所说的那样 如果有人敢跑到我们家闹市的话 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了 文言 老肥拍着胸脯保证 如果真有人敢来捣乱 大不了一命顶一命 听了他的话 我笑了笑 并没有说话 而是转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家里面的人本来想要阻止 却又了解我的性格 知道 一旦是我决定好了的事情 谁也改变不了 回到房间 我找来一个小碗 在里面装了一些五股杂粮 然后点燃三根香 插在了小碗里面 这才双眼威逼 将心神进入了点仙台当中 此刻 在点仙台上 也萦绕着阵阵仙气 看上去就仿佛是真的仙境一般 黄先生 柳三太 胡妹 白子嫣四位仙家 就站在我的面前 似乎是刻意在等着我一般 看到我出现 柳三太便首先开口对着我问 小玉 你真的想清楚了 你奶奶的魂魄 应该就在下面 你可知道私闯地府可是重罪 听了柳三太的问话 我知道之前我和家里人说的话 他们都已经听到了 又或者说是胡妹回来通知的大家 我点点头 斩钉截铁地说 我已经决定好了 对于地府 我虽然没有去过 不过 却也能够明白 那个地方有多么危险 当初奶奶就是为了救我 才会让她的那唐仙一蹶不振 可是 既然她当初能够不顾一切地去救我 那么 这一次我也不会坐视不管 我这次过来 就是想要和你们商量一下 毕竟这件事情有很大的风险 我不强求你们能够和我一起过去 到时却需要你们帮忙 把我送入地府 接下来的事情 我会自己处理的 听了我的话 他们全都是一阵沉默 最后 黄先生叹了口气 说 好吧 既然你已经决定了 我们也不再阻拦 不过 你要做好心里面准备 一旦有任何失误 很有可能就会万劫不复 我再次点头 表示 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就这样 按照黄先生的吩咐 我盘膝入座 鼻关心 心尽私 很快地就进入了一个忘我的状态 黄先生没有迟疑 抬起手在我的额头上 狠狠地拍了一下 并且随口说了句 去吧 早点回来 话音刚落 我只感觉到 一股打击冲击在了我的额头上 让我的身体 情不自禁地往后仰 我几乎是本能地 长着后面量腔两步 勉强稳住了自己的身体 而等到我再次睁开眼睛去看的时候 这才发现自己 已经不在点线台上 而是出现在以前昏暗 空旷的空间里面 我左右巡视 发现周围黑压压一片 出了时不时飘动过去的黑气 剩下的什么也没有 这是什么地方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 问出了这么一句话 话音刚落 一个声音在我的身后转了出来 这里是通往地府的九幽之路 失去地府的毕竟途径 突然听到这个声音 我连忙转过头去看 一眼就看到黄先生 柳三太 胡闷以及白紫烟 站在我的身后 一看到他们 我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没有想到 他们居然也跟着一起过来了 黄先生叹了口气 说 虽然我们仙家和地府之间 不想有任何的瓜葛 可是 既然你决定要这么做了 我们也不能让人不管 就陪你走这一遭吧 听了这话 我是格外的开心 有了他们几位的陪伴 我也不需要那么担心了 在黄先生的带领之下 我们朝着前方的混沌走了过去 刚开始的时候 周围是一片死寂 一切都是模模糊糊 什么也看不见 可是 在走了一会之后 我们的前方就隐约出现了人影 而且是越来做多 最后 甚至达到了举步维艰的地步 黄先生淡淡地说 这些都是去地府报到的游魂 因为有器官阻挡 想要去投胎也不是那么容易 我却是一脸的愁容 站在前面有这么多的游魂 我们要什么时候才能过去 似乎看出了我的想法 柳三太对着我说 小语 你不用担心 到我的背上来 我带你过去 文言 我还没有搞清楚 柳三太这是什么意思呢 他的身上突然金光大放 紧接着就化成了一条金光闪闪的大蛇 身体一卷 已经把我给卷到了自己的背上 然后腾空而起 朝着前方就飞了出去 黄先生摇身一变 也现了原形 变成了一只黄鼠狼 趴在了我的肩头 胡门和白子烟并没有做出什么变化 而是一左一右的腾空而起 忽在了我的身边 我们的举动 立刻引起了下方那些游魂的注意 一个个全都抬起头看着我们 就这样 柳三太带着我一路飞过七关 来到了鬼门关的前面 这个地方是不可能再飞过去了 硬闯鬼门关 无疑就等于是想要大闹地府 这可是重罪 即便是柳三太他们这些仙家 也不会轻易乱来的 我们落在鬼门关前面 柳三太和黄先生 也重新变回了人的模样 我看着前方那道巨大的城门 自己城门上面血红的三个大字 鬼门关 不由得从心底 升起了一起说不出的敬畏 因为刚才我们这边 实在是过于引人注意 所以 我们才刚刚落下来 就立刻有几个 阴差模样的人走了过来 先是看了看黄先生他们 似乎是感觉到了 他们仙家的身份 便询问了一声 不知几位来到鬼门关 有什么事情 112大干一场 被对方这么疑问 柳三太也不知道 应该怎么应答 而是转过头 看向了我和黄先生 黄先生不愧是引路仙之手 立刻露出了一丝笑容 对着他们说 我们这位小童子的亲人 阳寿未尽 被误抓进了地府 这一次 我们是专门陪着他 过来寻人的 还以为几位能够帮忙 听了这话 几位阴差全都是一愣 随即便斩钉截铁地说 这不可能 我们阴差从来都是按照 生死部上待人 生死部上没有名字的人 除非大奸大恶 不然的话 我们无论如何 也不会乱抓 而且 生死部上 也从来不会出现错误 听了这话 我连忙开口说 到底是不是抓错 还请几位查一下 听到我的话 几位阴差看了我一眼 虽然没有说什么 不过 眼神却有些不悦 语气略显冰冷地说 我们已经说过了 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 即便是真的有阴差错抓了人 那也是因为 那人是个穷凶极恶之辈 不然 我们一定会秉公无私 绝对不会执法犯法的 听到对方说出了 穷凶极恶四个字 我有些不悦 一旁的胡门 也有些听不下去了 就对着我说 在这里说 这么多一点用都没有 咱们还是自己进去用得清楚 说着 转身就准备朝着鬼门关走去 看到胡门的举动 一个阴差手上一抖 一根铁链出现在了他的手里面 看到这根铁链 我不由得一惊 这应该就是老人们口中 经常提到的拘魂链 据说 凡是被拘魂链所到的人 都会意识变得浑浑噩噩 魂魄也会从身体里面被扯出来 没想到 对方居然直接拿出了拘魂链 而且似乎是准备 对胡门下手 看到对方准备动手 柳三太也收敛了脸上的笑容 对着对方冷冷地问了一声 你想干什么 那鬼差也没有任何退让 而是同样用冰冷的语气 回应一声 地府重地 不容随便进入 这是地府的铁律 希望你们不要乱来 听到这话 胡门冷笑一声 转过头对着那个鬼差问道 如果我非要进去不了呢 听了胡门的话 几个鬼差的 全都将拘魂链取了出来 眼看着就准备动手 黄先生也不再机会他们 而是对着我说 走吧 小冬子 这里有他们就足够了 我陪你进入这鬼门关里面瞧瞧 黄先生这话说的虽然平常 不过 在这种场合之下 却是格外的霸气 我也没有多说什么 抬脚跟着黄先生往前走 既然我已经来了 那么 就不会畏手畏畏 如果真的撕破了脸 那就不管不顾的大干一场 看到我和黄先生 居然还敢靠近鬼门关 其中两个鹰差有些沉不住气了 挥动拘魂链 就朝着我和黄先生甩了过来 黄先生虽然战斗力 不一定有柳三太和胡门高 不过 好歹也是一位仙家 又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地中招 他只是随随便便地抬起手 在我的肩膀上一拍 顿时就带着我 闪现出了机密院 那两根拘魂链 直接就抽打在了 我们刚才所站着的地方 看到对方居然真的对我动手 胡门也是动了真怒 身影一闪 就来到了那两个鹰差的面前 两只御手狠狠地拍在了两个鹰差的胸口上 也不见他用多大的力气 居然直接把两个鹰差给打飞了出去 这一下 可以说是彻底地闹翻了 周围所有的鹰差 一下子全都冲了过来 足足有几十人 而那些游魂 也看到这里出了乱子之后 也是一股脑的 全都退到了一边 对于眼前的这些鹰差 柳三太并没有急着动手 而是就站在我们的身边 默默地守护着我的安全 白子烟也一声不响地跟在我们身后 胡门也不介意 反而是非常的开心 身影快速地闪动 在那些劈头盖脸的拘魂链当中 辗转藤魔 却是一点伤害也没有受到 反而是那些鹰差一个接一个的 被胡门打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没有了再战的能力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九幽十多个鹰差被胡门打倒 一个看上去应该是带队模样的鹰差 知道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就大喊了一声 用地网 话音刚落 带头将自己手里面的拘魂链丢了出去 有了他的带头 其他的鹰差 也全都跟着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我不清楚 他们这是打算做什么 这打得好好的 他们难道是打算脚械投降了 那也用不着干什么口号 不得不说 和老肥纳祸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了 我的脑回路也不受控制的 开始发生了改变 很快的 我就发现 那些被丢出去的拘魂链 并没有落在地上 而是快速地在空中交织在了一起 形成了一项巨大的铁网 并且对着狐猫就罩了下来 狐猫也没有迟疑 身影一闪 居然朝着那铁网飞了上去 然后抬起一只手 拍在了铁网上面 立刻有大朗的铁链被打断 四下纷飞了出去 不过 也就在这个时候 在铁网里面闪现出了一道绿色的符印 狐猫一时不备 被那符印捉伤了一下 整个人就从上面落了下来 而那铁网也变成了一个六角阵形 将狐猫困在了其中 因为有符印的压制 狐猫无法从里面挣脱出来 看到狐猫被控制住了 前挡风那些铁钗全都冲了上来 似乎是打算借着这个机会 把狐猫抓住 见状 我对着白子烟说了一声 白姐姐 你帮她一下 白子烟答应一声 修长的手指在空中连连点动 很快的 在狐猫和那些铁钗只见的上空 就出现了一朵巨大的冰帘 随着冰帘出现 我甚至能够感受到 周围的空气又寒冷了几分 白子烟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用手指对着冰帘 一点巨大的冰帘 立刻像是失去了支撑一般 从上面静止地坠落了下去 正好落在了那些鹰钗当中 只听到哗啦一声脆响 整个冰帘化成了无数碎片 连带着一股强大的冲击力 将那些鹰钗全部震飞了出去 113悲观将军 随着所有的碎兵全部落在地上 眼前的那些鹰钗也都倒地不起 其实这还是白子烟手下留情 并没有真的要把他们怎么样 不然的话 魂飞魄散也不是不可能的 柳三太走到了胡门的身边 随手一招 之前出现过的那根黄金棍 又一次地出现在了他的手里面 他将黄金棍插进铁链当中 用力一挑 那铁链直接被挑飞了出去 胡门也重新获得了自由 摆脱了眼前的这些鹰钗 我们也不再逗留 毕竟在这里多待一分钟 就不知道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还是先找到奶奶再说 然而 就在我们刚刚来到鬼门关大门前面的时候 鬼门关的大门却是缓缓地打开了 紧接着 我就看到 从里面又冲出来了一大群的鹰钗 见状 我是暗暗叫苦 看样子 想要进入这鬼门关 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一次 不等胡门有所动作 柳三太首先发难 踢着手里面的黄金棍一跃而起 然后狠狠地砸在了鹰钗当中 并且和那些鹰钗打成了一团 鹰钗虽然人数众多 可是 柳三太却是非常的骁勇 颇有一副异夫当官的气势 甚至很多鹰钗 还没有来得及冲到柳三太的身边 就已经被黄金棍带起的禁风 给扫飞了出去 我们的耳边 只能听到呼呼的风声 却已经看不清黄金棍的运行轨迹 就这样 在柳三太的带头之下 我们强行地从这里打出了一条路 眼看着就要冲到鬼门关前面 却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听到 从头顶上空传出来一阵破空之声 除此之外 我还能够感受到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抬起头 朝着头顶上空看了一眼 立刻就看到一口黑漆漆的大棺材 从上至下 直挺挺地落了下来 见状 狐猫和白紫烟同时出手 一左一右地抓住了我两只肩膀 带着我快速地朝着后面闪退了出去 柳三太却是将黄金棍横在自己的头顶 居然硬生生地凉 那口黑棍黑接了下来 巨大的冲击力 立刻带起了一阵气流 一时之间 周围是一阵的飞沙走失 柳三太手上一用力 将黑棍狠狠地甩飞了出去 黑棍立刻立在了柳三太十多米远之外的地方 便没有了动静 我们静静地看着眼前的黑棍 从他给我带来的那种前所未有额压迫感 可以猜测得出来 这里面的东西一定不简单 很快的 黑棍发出了咫压一声轻响 居然就这么缓缓地打开了 而随着黑棍的打开 一个全身穿着黑盔黑甲的男人 出现在了我们的眼前这人身高八尺 全身上下异常的魁梧 具有爆炸性的肌肉 将身上的盔甲高高撑起 额头上还有这一个暗红色的符印 一看就是一个不好招惹的主 此刻 他好像是刚刚被吵醒一般 缓缓地睁开了双眼目击之处 更是几乎让空气静止 神鬼站立 一看到这人 我不由地想起了 小时候奶奶给我讲的一个故事 传说在地府里面 的确存在着这么一号人物 平时喜欢背着一口巨大的黑棍 行走在阴阳两界 他和大多数阴差一样 都是维持阴阳两界秩序 不过唯一不同的就是 他的黑棍里面 抓的全都是一些立魂恶鬼 他在地府也有自己的名字 悲观大将军 对于眼前这位悲观大将军的身份 有很多传闻和说法 重口不一 不过 让我印象最深的 还是当初奶奶给我讲的那个故事 据说 这位悲观大将军的前世 是当时大宋朝赫赫有名的杨六郎 杨延昭 说起杨家将 也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满门中烈 却是在金沙滩一战 死伤惨重 在出征之前 有高人曾给杨家破天机 算了一挂 卦象显示的是七子驱六子归 很多人都以为 这一次出征会有一子死在战场上 却没有想到 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说 只有六郎杨延昭能够活着回来 当时战况惨烈 杨延昭 背着自己父亲的尸体 千里迢迢回到大宋 可以说是忠孝两全 也正是这份孝心 在他百年之后 地府便留他在地府当差 并且封了他十大鬼将的身份 手里有两件法宝 一个就是我所看到的这口黑棺 又被称之为化血棺 不管是什么样的山精鬼怪 一会儿功夫都会化成血水 永世不得超生 另外一样法宝 叫做追魂枪 专挑十恶不赦 不忠不孝之人 可以说是这里boss级别的存在 原本我以为 这些都只不过是 小时候奶奶糊弄我的 却没有想到居然真实存在 并且 还被我给遇到了 悲观大将军 用冰冷的目光扫视了我们一眼 然后从黑棺里面走了出来 随着他的走动 身上的盔甲 也发出了一阵金属摩擦声 听在耳朵里面很有威视 他看着我们 淡淡地问道 而等多部属于我阴间之魂 为何要强闯鬼门关 难道是想要挑衅我地府律法吗 听到这话 我连忙开口解释 我们并没有想要在这里捣乱 只是因为实在是事出有因 我需要进去 找到我奶奶的魂魄 带她离开 她阳寿未尽 不应该这么早进去地府幽门 还请将军成人之美 不要阻拦 听到我不卑不亢的话 悲观大将军再次看了我一眼 不过 却是摇了摇头 说 具体事宜我并不知晓 不过 既然今天是我在这里正观 那么 就绝对不会容你们过去 我算你们 还是死了这条心 早点回去吧 又是是你身后的那几位 更不需要为了这件事情 而和地府撕破脸皮 看到对方居然如此不好说话 我也收起了恭敬的态度 语气不善地说 如果我今天非要进去不可呢 闻言 悲观大将军 也是冷哼一声 有本事就放马过来吧 说着 随手一挥 一根漆黑如墨的长枪 便出现在了他的手里面 三叔 随着我一声大喝 柳三太直接从我的身后一跃而起 举起黄金棍 朝着对面的悲观大将军 便砸了下去 114破关而入 对于柳三太的攻击 悲观大将军 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他曾经可是战神一般的存在 手中追魂枪轻轻一挑 便化解了柳三太 这看似泰山压顶一般的攻击 不过 柳三太也没有任何迟疑 手中的黄金棍武的虎虎生风 将对方完全笼罩在了其中 即便是悲观大将军 一时之间也被柳三太的攻击 打得是连连后退 只能是不停地防守 可以说 现在的柳三太完全处于优势 可是 不管怎么说 对方能够成为地府十大鬼将 就足以说明 他的能力不简单 只是短暂的手忙脚乱之后 也开始逐渐地熟悉了柳三太的攻击方式 手中的追魂枪 也开始和黄金棍打在了一起 一时之间 我们的耳边传出来了一阵 叮叮当当兵器击打在一起的声音 可是 肉眼却完全看不清楚 他们两个人的身影 两人也算是打得旗鼓相当 不分胜负 不过 柳三太却明白 如果再在这里拖延下去 先不说奶奶那边会不会有事 一旦其他的鬼将出关支援的话 恐怕我们完全应付不了 所以 他突然收起攻击 将黄金棍狠狠地处在了地上 顿时 从柳三太的身上 散发出一道金色的冲天光柱 直接照亮了整片区域 我知道 这是柳三太的金刚神柱 随着金刚神柱的出现 周围也响起了一阵阵祥和的佛唱之声 而柳三太自己也是 将领一般 样子非常的威严 随着金刚神柱的出现 周围的那些游魂以及鹰钗 因为承受不了这耀眼的金光 全部开始纷纷后退 即便是刚才和柳三太 打得酣畅淋漓的悲观大将军 此刻也被金刚神柱给震飞了出去 远远地落在地面上 看着柳三太 眼神当中倒是出现了一抹赞许的神色 不过 手上却是并没有救瓶 而是在自己前方的那口黑棺上 用力一拍 顿时 那口黑棺带着呼啸的风声 朝着柳三太就飞了过去 看到这种情况 我的心中一紧 连忙叫了一声柳三太的名字 可是 这个时候已经太迟了 那口黑棺 在刚刚来到这里 柳三太不远处的时候 已经是打开了棺盖 紧接着 我就看到 从黑棺里面出现了一股黑色漩涡 只是一瞬间 就将柳三太给吸入其中 在困住了柳三太之后 那黑棺又重重地落在了地上 悲观大将军慢慢地走了过来 额头上那个暗红色的符印 也散发出了悠悠的光亮 几乎是与此同时 在那口黑棺上 出现了大量绿色的符纹 似乎是启动了什么阵法 再一联想到 之前关于这话雪棺的传说 我也难免有些慌张 抽出破碎 就准备冲过去帮忙 结果 却是被黄先生拦住 他对着我说道 小月 你先退下 让我来试试 说着 抬手一招 顿时 一道金光从天而降 落在了他的手里面 金光散去 郑仙印出现在黄先生的手里面 黄先生看了看前方的悲观大将军 淡淡地说了一声 既然将军有兴致 和我们过两招 那老头子 我也参合一下 还希望将军不吝赐教 说着 手上一抖 郑仙印再一次化成了一道金光 朝着悲观大将军 就击打了过去 悲观大将军也不客气 举起手中的追魂枪 就准备出手 谁料那金光 却是在空中转了一个圈 最后居然击打在了化雪棺上 只听到当位一声巨响 化雪棺直接被撞飞了出去 而柳三泰 也从化雪棺里面跳了出来 手持黄金棍 狠狠地打在了郑仙印上 郑仙印再次化成了一道金光 对着悲观大将军 就砸了过去 悲观大将军也不含糊 追魂枪对着前方用力一次 一下子就点在了郑仙印上 叮了一声 郑仙印在 蹦践出几点火星之后 又飞了回来 静止落在了黄先生的手里面 柳三泰哈哈一笑 招呼我们先走 他要留在这里 和对方好好地打一场 而悲观大将军也没有拒绝 看样子 也是非常珍惜眼前这次机会 于是 两个人一声不响地 再一次打在了一起 化成了两道虚影 消失在了我们的眼前 不过 我却知道他们两个人 并没有真正的消失 而是因为 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以至于我们的肉眼无法跟上 没有了悲观大将军的阻止 其他的阴差 我们自然不放在眼里 在胡门和白紫烟 两女的带领之下 我们很快地就从鬼门关冲了进去 刚刚踏进鬼门关的一瞬间 我们眼前的景象 立刻发生了转变 周围的一切 再一次变得混沌了起来 周围半个影子也没有 甚至连我们后面的鬼门关 也消失不见了 周围的一切空空荡荡 让人感觉到一种极度的不安 黄先生在提醒我们 小心一点之后 就带头朝着前面走 我们这才刚刚走出去十多步 突然 一阵阵战马的嘶鸣声传了出来 我下意识地转过头 朝着周围看了过去 却发现 周围除了混沌一片之后 根本就没有什么战马的影子 可是 我却明明听到了 这战马斯明的声音越来越大 甚至还能够听到一阵盔甲摆动时 发出的哗啦声 如果这些声音 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周围 难道说是来自于上面 想到这里 我竟然鬼使神差地抬起头 朝着上方看了一眼 这一看之下 不由得大惊失色 我刚才所猜测的没错 那阵声音 正是来自于我们的头顶 只见在我们头顶上方不远的地方 赫然出现了一队骑兵 对着我们就发出了冲锋 见状 我连忙提醒了一下其他人 黄先生他们这才警觉 在那对骑兵 即将冲到我们身边的一瞬间 带着我腾空而起 闲闲地躲开了对方的冲击 重新落在地面上之后 那些骑兵 已经是把我们包围在了其中 我也中午看清楚了对方的模样 这对骑兵 无论是战马 还是骑在马上的战士 轻一色的黑盔黑甲 全身上下都笼罩在盔甲里面 没有一丝暴露在外面的地方 那种感觉 就好像在这盔甲里面 根本没有人 完全是空的一般 一百一十五鬼眼娘娘 眼前的这对骑兵 虽然数量众多 不过却是鸦雀无声 上百的人马站在这里 却是死气沉沉的 一片寂静 这给了我心理上 一股强大的压迫感 对方没有动作 我们自然也不会主动出击 只是静静地打量着他们 黄先生淡淡地说 这些不是阴差 而是阴兵 等级 实力都在阴差之上 一般的情况之下 是不会出现的 遇到了他们 有些麻烦了 就连黄先生都说 这件事情麻烦 可见是真的有些棘手 我暗自咬牙 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好 而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 我侧前方的一个阴兵 缓缓地举起了手中的长枪 然后对着我们一指 顿时 我就听到了一声战马的嘶鸣 眼前所有的阴兵 全部朝着我们所在的方向 冲了过来 战马长司 兵甲交明 我毫不怀疑 如果让他们 从自己的身上踏过去的话 自己一定会变成一滩肉泥 就在我这边思考着 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黄先生走了出来 同时 手中的阵线印 再次朝着地面上一砸 顿时 腾起了一片灰尘 那些阴兵担心 我们这边会有埋伏 一时之间 竟也不敢乱来了 黄先生利用这段时间 抬起手在前方虚空当中 用力一抓 顿时 请先骑也被他抓在了手里面 黄先生没有任何犹豫 手中的请先骑快速挥动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那小小的请先骑 居然一下子 变成了一人多高的大骑 黄先生将他举了起来 在空中不断地摇晃 同时 口中大声喝道 请先骑再次请先 满堂先家速速当场 随着请先骑的挥动 我甚至可以感受得到 周围的空气 开始不安地抖动了起来 而前方的阴兵们 似乎也清楚些请先骑的作用 一个个不由分说 再次催动胯下战马 朝着我们冲了过来 长枪高高举起 直至我们的咽喉 而就在这个时候 黄先生再次大喝一声 凤金山童子法旨 众先家还不速速现身 顿时整个请先骑上光滑流动 紧接着 道道霞光从上面飞了下来 落在了我们的周围 变成了仙家模样 而此刻 我的72位引路仙也全部到场 看到他们都来了 我的心里面也有了底气 抬脚朝着前方就走了过去 那些阴兵见到我 居然敢主动靠近 一个个催动胯下战马 就冲了上来 他们动了 我身后的仙家们也动了 很快的 双方就已经打成了一团 而我却根本没有在意这些 只是旁若无人地 继续朝着前面走着 任凭周围刀山火海 却也不能伤我分毫 可能是因为 我们这边造成的祸乱越来越大 已经有更多的阴差和阴兵 朝着我们所在的位置冲了过来 也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 快使用试魂大震 紧接着 我就看到 在我们头顶上方 那昏暗的天空当中 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浮印 这道浮印 完全可以把整个封都城覆盖 而且 从浮印当中 我可以明显地感受到 有一股强大的灵气波动 随着这道浮印的出现 我明显地感受到 周围的空气就仿佛突然变得粘稠了一般 让我动作变得异常的迟缓 我左右望去 这才发现不仅仅是我 周围所有的仙家 此刻全都出现了和我一样的症状 刚才还生龙活虎的众仙家 此刻却被那些阴兵打得几乎无力还手 我抬起头看着上方的那个浮印 知道 如果我们想要恢复正常 就一定要破开这个浮印才行 可是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 就在我心急如麻的时候 突然 我眼前金光一闪 黄先生已经拖着阵仙印 朝着上方便飞了出去 阵仙印在他的手里面 化作一道长红 狠狠地击打在了上方的浮印上 双方只不过是一个交接 顿时 整片天空都变了颜色 发出了阵阵闷雷之声 没一会儿的功夫 上面的浮印在闪烁了几下之后 便消失不见了 而黄先生也从上面无力地坠落了下来 幸亏柳萌萌 柳青青反应迅速 及时冲了出去 将黄先生接了下来 没有了弑魂大阵的压制 众仙家有恢复了行动 不过此时的黄先生 因为刚才的冲击已经是身受重伤 为了不让我们担心 他摆了摆手 表示自己没事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赶快找到奶奶 然后快点离开这里 听了这话 我连忙答应一声 就准备继续冲进去 找到奶奶 而就在我刚刚走出去 没有几步的时候 突然 一个声音从我的身后转了出来 韩飞雨 这个声音异常地飘渺 特别地不真实 好像是远在天边 又仿佛是近在咫尺 总之就是那种模模糊糊 看不见又抓不着的感觉 起初 我还以为这是奶奶 在某个地方呼唤我 可是 很快地我就反应过来 这并不是奶奶的声音 而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声音再次传了出来 韩飞雨 这一次 我听得清清楚楚 那个声音 就是从我的身后转出来的 我猛然回头 这才发现在我的身后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居然站了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全身上下 穿着一身黑色的长裙 头发从上面自然披下 恰巧遮挡住了她的脸 在她的手里面 还提着一盏白色的灯笼 灯笼上面 写着一个大大的鬼字 看到对方这身行头 我的心里面 不由地咯噔了一下 这不正是鬼野娘娘的装扮吗 这鬼野娘娘 也是地府十大鬼将之一 有些自己独一无二的本事 和悲观大将军一样 都不是好对付的人物 只是没有想到 此刻居然鬼碰到了她 鬼野娘娘头也不抬的 对着我说 韩飞雨 你真的是很大胆 当初你们家老太太 和她的那些仙家 拼了性命保你 却没有想到 你今天居然主动送上门来 几位金山童子 就不要在人世间生存太久 感染了太多的世俗之气 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既然我们相遇 就让我成全你吧 116神明女孩 听到鬼野娘娘 说不来了这么一句话 我的心中刚刚有所警觉 却还是晚了一步 我的耳边只听到一声 既来之子安之 还是留下来吧 话音刚落 我的周围突然变得安静了下来 周围的众仙家 以及那些阴兵 此刻也渐渐地消失了 整个空地上 只有我和鬼野娘娘两个人 我没有想到 事情会是这个样子 也出现了短暂的紧张 不过 我却知道 紧张和恐惧都是无济于事 想要从这里出去 就必须要制服这位鬼野娘娘 于是我将破碎握在手里 也顾不上其他的 朝着对方就冲了过去 在快要冲到鬼野娘娘身边的时候 我一跃而起 用手中的破碎对着她 就刺了下去 然而 让我感觉到不对劲的是 眼前的鬼野娘娘 在面对我的攻击 竟然是不躲不闪 任由我的破碎 朝着她的天官刺去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 她有信心 我的攻击伤害不到她 还是说她另有打算 这个时候 我也管不要那么多了 既然选择动手 无论如何 也要找试一下 可是 随着破碎 刚刚刺中她的一瞬间 我就仿佛是掉进了一个 无底的深渊一般 那种下坠的感觉非常的真实 甚至让我控制不住 自己的平衡感 在那个空间里面 我看到自己的四面八方 全都是眼睛 这些眼睛大得犹如人头 即便是小的 也有拳头大小 而且 这些眼睛全都仿佛是有生命一般 我在什么地方 他们就紧紧地盯着我看着 最后 所有的眼睛里面 全都散发出了耀眼的白光 刺得我眼前一花 就再也睁不开双眼了 只能是依靠着感觉在 不断地下落 我不知道 自己还要下落多长时间 这对于我来说 简直就是一种煎熬 尤其是在双眼 看不见东西的情况之下 更是让我感觉到极度的不安 而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 一道金光滑破天际 冲到了我的身边 将那刺眼的白光抵挡了下来 我睁开双眼 一把抓住了那道金光 金光在我的手里面 也变成了震仙印 同时 我的耳边也传出来了 黄先生的声音 小宇 我现在有伤在身 不能驾驭震仙印 你看看自己能不能控制他 文言 我点了点头 然后抓着震仙印 对着头顶上方就挥了出去 顿时 震仙印再次化成了一道金光 带着我就飞了出去 震仙印破开上方重重的结界 带着我又重新地 回到了现实当中 周围的那些仙家和英兵们 又再一次地出现在了 我的视线里面 同时 我还看到 那位鬼眼娘娘 就站在我的面前 而这个时候 她对于我能够破开自己的幻境 也感觉非常的诧异 先是仔细看了我一会儿之后 这才淡淡地说 不愧是金山童子 身上的潜力 的确是无穷无尽 越是这样 我越是要帮你重新回归先见 说着 将手中的那盏白灯笼提了起来 似乎准备再次动手 可是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翘生生的声音 从我的身后转了出来 这里怎么这么热呢 这话虽然说得很轻 我却是感觉心神一震 就好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我的心头 重重地垂了一下一半 这让我忍不住扭过头 朝着身后看了过去 结果这一看之下 才发现不仅仅是我 就连其中仙家 以及那些阴兵们 此刻也全都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转过头 朝着声音的发源地看了过去 随着人群闪动 一个看上去 只有六七岁大小的小女孩 从远处慢慢地走了过来 女孩穿着一身粉红色的旗袍 背着一双小手 慢慢悠悠地朝着我这边走 一会儿看看这个 一会儿又看看那个 颇有一副小大人的模样 看到她的出现 我微微一正 在我的记忆当中 完全想不到 地府里面会有这么一号人物 那么 她到底是谁呢 而更加让我感觉到震惊的是 随着女孩的出现 不仅仅是那些阴兵退了下去 那些仙家 也仿佛是看到了什么大人物一样 全部规规矩矩地站在原地 低下了头 甚至就连一向喜欢闹事的胡闷 此刻也变得乖巧了起来 就这么静静地站在一旁 一句话也不说 看到这种情况 我更加的疑惑不解 眼前这个小女孩 给我的感觉实在是太神秘了 这让我情不自禁地凉目光 紧紧地锁在了她的身上 小姑娘也注意到了我的存在 就这么背着手 来到了我的身边 仰着小脸 看着我 我这才注意到 她的一张小脸粉雕玉琢 非常的好看 大大的眼睛 长长的睫毛 就仿佛是一个洋娃娃一样 格外的可爱 让我有一种 想要伸出手 把她抱起来的冲动 我还是勉强控制住了自己的冲动 对着她问 你是什么人 听了我的问话 小女孩眨了两下眼睛 这才用一种非常稚嫩的声音 对着我说 你小子不赖啊 看到姑奶奶 我居然也不知道回避 还敢问姑奶奶是什么人 听到眼前这个小女孩 居然自称姑奶奶 我不由得有些好笑 不过 现在却也没有时间 和她在这里多说什么 而是对着她说 小朋友 我现在还有正事要做 以后有时间再聊 说着 我转身就准备离开 结果 背后却传来了 那个小女孩的声音 还从来没有人敢拒绝姑奶奶呢 你小子很有意思 今天姑奶奶心情好 就帮你一个忙 你说吧 你一个大活人 跑来地府 是要做什么 听到她说出来了这么一番话 我微微一愣 心里面不断地猜测着 眼前这个小女孩的身份 如果她只是闹着玩的 那么为什么仲仙家和英丁 都会露出这种忌惮的神色 哪怕是鬼也娘娘 对于小女孩的所作所为 也是听之认之 难道说 她在这里 真的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想到这里 我连忙开口说 我是来找我奶奶的 她阳寿未尽 我希望能够接她重新还养 117上门挑事 我把这一次过来的来意 给她从头到尾地讲了一遍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眼前明显只是一个孩童 可是 我就是有一种感觉 好像她能够帮得上忙一般 小女孩犹豫了一下 不过 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说 这件事情姑奶奶 我倒是很想帮忙 不过 有些事情 我也不方便出手 说到这里 她沉吟了一会儿 这才缓缓地说 不如这样吧 你先回去 去陈家屯去找一个人 只要她答应帮你 那么这件事情 也就不需要闹得这么难看 这边 我会替你盯着 不会让你的奶奶 遇到任何麻烦 怎么玩 听到这话 我沉思了一会儿 这才开口问了一声 你让我去找的是什么人 师门当代掌门 陈家粮食后人 陈洛凡 那你又是什么人 我要怎么样 才能把她请过来 小女孩嘴角微挑 好像是想到了 什么有趣的事情一般 缓缓地说 你只要去了 说出姑奶奶的名字就行了 就说是黄黎让你去的 她自然会想办法帮你 不过 你要快去快回 姑奶奶可不喜欢留在这里 听到这话 我点了点头 好 我就相信你一回 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 不然的话 哪怕是永世不得超生 我也绝对还会回来的 黄黎耸了耸肩 我话已经说到这里了 你还是抓紧时间吧 我没有多说什么 左手一招 请仙旗立刻落在了我的手里面 随着请仙旗缓缓摇动 周围的那些仙家 也再一次化成一道道光华 回到了请仙旗当中 而我也将右手当中的阵仙印一挥 阵仙印立刻化成一道金光 带着我从这里飞了出去 只是眨眼之间 我已经是从鬼门关当中飞了出来 柳三太还在和悲观大将军较量 突然看到我出来了 微微一顿 后退了两步 和对方拉开了距离 对着我问道 小语 怎么样 老太太接回来了吗 看到柳三太收手 悲观大将军也没有趁机为难 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 一声不响 我落在了柳三太的身边 摇了摇头 她把刚才的事情简单地说了一遍 听到我提起了黄黎这个名字 柳三太的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很明显 即便是战神一般的她 也对那个小丫头有所忌惮 这更加地让我好奇起来 不清楚就这么一个小丫头 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大家都要对她那么忌惮 不过 我也知道 这里并不是说话的地方 于是 就招呼着柳三太离开了这里 我们在阵仙印的顿光之下 很快地就回到了阳世间 我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这才发现 现在外面的天光已经大亮 看样子 我昨天晚上整整一晚都在地府里面 我这才刚刚从地上站起身 立刻就听到 外面传出来了一阵吵闹声 而且似乎还非常的激烈 我皱了皱眉头 然后连忙起身走了出去 刚刚从房间走出来 我就看到 在奶奶家的院子里面 已经围了很多人 人群当中 不断地传出来一声声争吵 看样子 是有人过来闹事了 这让我不由地想到了 之前陈赤脚的提醒 想到这儿 我的脸色变得阴沉了下来 抬脚朝着奶奶家院子走了过去 因为这里的人比较多 我只能是伸出手 不断地将眼前的人推到一边 现在的我 已经管不了别人怎么想 我只想要看看 到底是谁那么大的胆子 居然敢跑到这里来捣乱 那些人本来还有着恼火 可是 在一转身 看到眼前的人是我之后 这才一声不响地 朝着旁边让开 给我闪开了一条路 就这样 我一路来到了人群的最中间 立刻就看到 老肥正站在那里 距离力争 而在她的对面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婆 正掐着腰 不断地和老肥吵着 这个老太婆我认识 是周围村子的一个神婆 人称乔婆子 平时以挑大神为生 不过 费用比较高 而且态度也非常的蛮横 得罪了不少的人 可是 那些人也没有办法 一来那种事情 一旦遇上 就是非常突然 二来 这年头想要找个 有真本事的也不容易 这乔婆子 虽然漫天要嫁 不过 却的确有些真本事 所以 人们也就只好忍气吞声了 直到后来 奶奶名声在外 而且为人和善 给多给少 也从来不斤斤计较 周围十里八乡的人们 也全都慕名而来 这让乔婆子的生意 变得惨淡不堪 其实不仅仅是乔婆子 也有很多和乔婆子 一样的神婆神汉 都吃不上这口饭 奶奶后来 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小来小去的事情 也就不愿意去管了 总要给别人留口饭吃不是 可是 没有想到这乔婆子 小肚鸡肠 奶奶这边才刚刚出事 她就领着 自己的两个儿子 过来闹事 自己的娘都是这个样子 她的两个儿子 更是有名的魂 三十好几岁了 愣是娶不上媳妇 乔婆子掐着腰 指着我们家的人 大声地说 你们家还要不要脸 人死如灯灭 这是咱们这一行的规矩 哪有像你们俩这样的 人都死了 还像个没事人事地 放在炕上 是不是就不打算发丧了 好歹和二姑活着的时候 也是个懂事的人 怎么死了 还不懂规矩了 我告诉你们 这人死了之后 吸收了足够的地气人气 那就要诈尸了 更何况 还是像和二姑这样 有修行的人 更是会成精成煞 到时候 方圆十里八乡的 都被这股煞气笼罩 那可是会发生瘟疫的 到时候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谁也活不了 人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听风就是雨 他们根本就不明白这些东西 再加上乔婆子 又在这里威严耸听 顿时 一个个全都吓得不轻 刚才还想着 在这里看热闹呢 现在就开始议论纷纷了起来 爷爷是个老实人 我从来都没见过他 和谁发生过争执 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他也只是坐在那里 一声不响地抽着汗烟 人们商量了半天 也没有个结果 最后只能是询问乔婆子 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办 乔婆子冷笑一声 大声地说 还能怎么办 既然他们老寒家 下不了这个狠心 咱们就帮他们一把 把和二姑的尸体抬出来 一把火烧了 一聊百聊 一百一十八 带头动手 听了乔婆子的话 周围的那些村民 却并没有动 不管怎么说 大家都住在一个村子里面 这种事情 他们实在是做不出来 再加上在场很多人 都受过奶奶的恩惠 他们也实在没有办法 昧着良心动手 看到周围竟然没人动手 乔婆子有些不乐意了 冷冷地说 你们都不想好了事吧 行 你们愿意陪着他们家一起死 那是你们的事 我乔婆子还没有活够呢 说着 对着自己身边的两个儿子 大声地说 你们去把信和的尸体 给我扛出来 那两个壮汉答应一声 抬一脚就准备 让屋子里面进 我爸连忙迎了上去 和他们撕折在了一起 说什么也不肯让他们进屋 可是 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再加上我爸也是本分的人 始终不敢下重手 两下就被那两个壮汉给推开 眼看着他们就要走进屋子里面 我正准备站出来 却听到老肥大骂一声 都他娘的 给你肥爷消停一会儿 你们是不是真以为 这个家里面没人了 真当肥爷不存在呢 突然听到老肥这一声喊 那两个壮汉也是停下了脚步 转过头看向了老肥 先不说老肥的真正实力怎么样 单说他这人高马大的模样 在气势上也略胜一筹 乔婆子看了老肥一眼 撇了撇嘴 你是谁 这是我们的事 你一个外人在这里瞎仓和什么 老肥也不客气 直截了当地说 你叫我肥爷就行 咱也不是外人 我和他们家的韩肥宇是兄弟 也算是和老太太的干孙子 肥爷今天把话放这儿了 你们谁要是赶在我们家乱来 就不要怪肥爷不给他脸了 说着从窗户边捡起了两块砖头 一手一个就这么站在门口 瞪着一双同龄一般的眼睛 怒视着眼前的人 不得不说 此刻老肥格外的有气势 至少周围的那些村民全都被震慑住了 可是 乔婆子的那两个儿子却是例外 他们两个平时就是有名的魂 不管是和谁发生争执 都会打上一架 一来二去 周围几个村子里面的人都尽量地躲着他们 毕竟都是这儿八经过日子的 谁也不想惹这个麻烦 这也让兄弟两个越来越嚣张 甚至还把各村的一些小无赖 归拢到了手底下 形成了一个小团伙 这样一来 更是没有人敢去招惹他们了 现在突然看到 老肥跳了出来在自己的眼前叫嚣 两兄弟还觉得挺有意思 其中一个对着外面招了招手 立刻就有七八个小无赖 从外面跑了进来 一个个歪着脑袋 点着脚的盯着老肥看 大有一副一言不合我就揍你的架势 老肥自然是不会惧怕他们 这段时间以来 老肥跟着我什么事情没有见过 又怎么可能会被眼前这几个小混混吓到 更何况 他本身也是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主 所以 对于眼前这些小混混的挑衅 他没有任何畏惧 反而是就这么站在原地盯着那些人看着 其中一个小混混 似乎是打算在别人面前表现一下 虽然明知道自己的小身板 不可能会撼动老肥这尊大佛 还是晃晃悠悠地走了过去 伸出手在老肥的胸口上点了点 说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人家正主都没有说话 你在这里嘚瑟个什么劲 石像的赶紧滚 拔块破砖头 在这里吓唬谁呢 你真以为咱们搁几个 哎呀 不等他把话说完 老肥已经是一转头拍在了他的脑袋上 小混混立刻惨叫着 趴在了地上 鲜血顺着他的脑袋就流了下来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他的半边脸就被鲜血染红了 老肥在一旁骂骂咧咧地说 这他娘的墨迹 像个娘妈似的 看到老肥居然真的敢动手 眼前几个小混混 立刻被震慑住了 一个个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的 谁也不敢再上前了 乔婆子的那两个儿子对视了一眼 显然是有些不信邪 抬脚就往前走 老肥也不拒他们 迎着他们就走了过去 然后抬起手中的砖头 就准备动手 我爸有些看不下去了 就招呼了老肥一声 从一旁的墙角 抓起一把铁锹走了过来 看到老爸的举动 我的心中一紧 我爸的性格我最了解 平时虽然不喜欢惹麻烦 可是一旦真的发火 杀人的勇气也是有的 不过 乔婆子的两个儿子 却并不了解 看到一向老实巴交的我爸 这个时候拎起铁锹 不但没有任何距离 反而是嬉皮笑脸地嘲笑我爸 我爸也不理会他们的嘲笑 只是对着他们 用冰冷的语气说道 你们别欺人太甚 今天 如果你们谁真的在赶上前一步 我肯定不会让他好过 如果这句话是老肥说的 那两兄弟 可能还会犹豫一下 可是 这句话是从我爸嘴里面说出来的 他们就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其中一个笑音音的上前两步 抬眼看着我爸 挑了挑眉 刚要开口说话 我爸却是真的动手了 手起敲落 狠狠地拍在了那个人的腿上 锋利的铁锹 立刻将那人的小腿肚子 划开了一道深深的伤口 鲜血一下子就窜了出来 那人也发出了杀猪一般的惨叫 直接跪在了老爸的面前 又一次见了血 这让对方一伙人 真的有些头皮发出 都说老实人一旦动怒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 他们在短时间之内 也不敢乱来了 老肥拎着砖头 对着两兄弟当中 那个没受伤的问了一声 怎么着 是不是轮到你了 那人平时虽然混 可是 却也是一个欺软怕硬的主 现在 看到老肥这么一个硬茶 也是不敢应声了 他不敢说话 一旁的乔婆子 却是坐在地上 放声大哭了起来 不住的说 我们家欺负人 明明是想要活该乡里 现在居然还敢动手伤人 简直就是没天理了 还说自己的儿子 被我爸打断了腿 以后是没法过了 一边哭嚷着 一边不停地用手拍打着地面 一副活不起了的样子 可以说是丑态百出 让人厌恶 119承受怒火 看到对方居然跑到自己家门口撒泼 我妈上前两步 就准备说话 毕竟 这女人之间的问题 男人很难解决 可是 老肥绝对是个另类 她把我妈拦了下来 示意她先回去 这件事情 可以全权交给自己处理 看着老肥一本正经的样子 我妈迟疑了一会儿 最后还是退到了后面 老肥也不废话 从屋子里面 搬了一把椅子出来 放在了乔婆子的前面 然后 就这么大摇大摆地坐在了上面 翘着二郎腿 双眼微闭 脑袋一晃一晃的 那种感觉 就好像是在茶楼里面 听人唱小曲呢 只不过这曲子 也着实难听了一些 而唱曲的人 也实在是有些恶性 看到老肥的举动 周围那些人 有的居然被逗笑了 乔婆子再又哭了两声之后 也发现自己这招居然没用 最后 也只能是自己 从地上站了起来 她起来了 老肥倒是有些不太高兴 连忙伸手在口袋里面一掏 掏出来了15块钱 短暂地犹豫了一下之后 又把那10块钱揣了回去 将剩下来的5块钱 丢到了乔婆子的身前 懒洋洋地说 别停啊 再给你肥也来的 这可是民间艺术 听了这话 周围的村民们 终于有憋不住笑出声来的 乔婆子也是闹了一个大红脸 不过 却仍旧是语气蛮横地说 你还是不肯让开誓吧 你信不信我现在 就请来东西上你的身 文言 老肥不屑一顾地笑了笑 请开始你的表演 乔婆子可能真的是被气坏了 也顾不上其他的 从随身携带的皮包里面 抽出来了三根香 点燃 插在了地上 又从包里面 拿出来了一面铜锣 开始手舞足蹈地跳了起来 嘴里面更是念念有词 也不知道是在唱些什么东西 我现在人群后面 饶有兴趣地 打亮着眼前的这一幕 想要看看这乔婆子 到底是怎么请来东西的 然而 看着看着 我的脸色就变得正中了起来 因为我看到 随着乔婆子的动作 从她的身上 开始不断地散发出了 一丝黑色的气息 就这么隐隐绕绕地 缠绕在了老肥的身上 本来是稳坐泰山的老肥 此刻也是突然打了一个机灵 瞪着一双眼睛 在人群里面 诧异地盯着乔婆子看了看 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之处 这才又恢复了常态 不过 我却是看得震慑 随着那黑气越来越多 居然在老肥的身后 出现了一个两米多高的黑影 他就这么静静地站在那里 一双血红色的眼睛 死死地盯着老肥看着 似乎随时都有动手的可能 而乔婆子 此刻也停下了动作 一脸得意地对着老肥问道 小子 我再问你一次 你到底让不让开 这个屋子老婆子 我今天是非尽不可了 你们谁敢拦我 说着 抬脚就朝着屋子里面走 老肥想也没想 抬脚就准备把他挡下来 可是 这才刚刚有所动作 身后的那个黑影 却是紧紧地勒住了他的脖子 一时间 老肥变得口外眼斜 舌头也伸了出来 一双眼珠子 一个劲地朝着上面翻 周围的人看不见老肥背后的黑影 只能看到 老肥此刻中邪一般的样子 一个个吓得是静若寒蝉 而乔婆子 也是一脸得意的表情 对着老肥不温不火地说 你小子不是很牛吗 有本事再牛一个试试 说到这里 乔婆子扭过头 朝着周围看了一圈 异常嚣张地说 我现在就要进去 如果谁再阻止我 那么 下场就会和他一样 不幸地可以出来试试 那就试试吧 我答应了一声 从人群里面走了出来 都是一个村子的 所以周围的人全都知道我的身份 也听到过我或多或少的故事 所以 在一看到我出现之后 纷纷退到了一旁 乔婆子和我 没有任何接触 也不认识我是谁 先是打量了我一番之后 这才开口问了一声 你又是谁 我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 我是韩飞宇 和二姑是我奶奶 听了我的回答 乔婆子这才吃笑了一声 说 怎么样 你想阻止我 我淡淡地说 我只想提醒你一声 最好不要太过分 如果你进了这个屋 我保证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对于我的话 乔婆子并没有放在心上 而是转身就 朝着屋子里面走了进去 她却没有看到 随着她刚刚转过身的那一刻 从我的身上出现了十几位仙家 柳三泰走到老肥的身边 抬手一把抓住了那个黑影 原本高大的黑影 在柳三泰面前 立刻没有了腹肌之力 老老实实地 被她拎在了手里面 柳三泰冷哼一声 看你修行不义 这次就不和你为难了 下一次 如果再敢乱来的话 绝对不会饶了你 说完 手上一抖 那个黑影就被丢了出去 消失在了我们的眼前 没有了黑影的控制 老肥也终于是恢复了正常 她抬起头看了看我 立刻明白了过来 正准备开口说话呢 屋子里面立刻就传出来了 乔婆子杀猪一般的惨叫声 听到乔婆子的惨叫 她的两个儿子 抬脚就准备冲进去看看 结果 这才刚刚有所动作 立刻被两位黄仙家上了身 就这么跪在我的面前 不停地扇自己的耳光 看到这一幕 周围的村民们 全都议论纷纷了起来 乔婆子此刻 也从屋子里面跑了出来 一出门 就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 变成了这副模样 几乎是下意识地 抬起头看着我 大声地说 你对他们做什么 我冷哼一声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有些事情既然你做了 后果就要去承担 你要记住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别以为自己有些能耐 就可以横行霸道了 这只不过是一点教训 更厉害的还在后面呢 文言 乔婆子正准备说话 我就看到一个黑影 从外面跑了进来 不用说 我也能够猜到 这一定是乔婆子 他们家仙堂上的跑堂线 专门负责消息传递的 那位跑堂线一看到乔婆子 立刻急三火四地叫了起来 乔老太婆 你还不快点回家看看 家里面的仙堂 都被人给烧了 堂头的仙家 全都跑没应了 听了这话 乔老太婆也是脸色一变 不过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转过头就看向我 我却只是冷冷地说 今天你来我家捣乱 我烧了你的仙堂 也算是扯平了 如果再敢惹事 我会留下 你两个儿子当中的一个 无论是人是鬼 他永远也别想回家了 120亮师陈家 随着我这番话说完 我明显看到乔婆子的婶子 哆嗦了一下张了张嘴 却是一句话不敢说了 我也没有再为难他 只是对着他那两个 还在抽打自己嘴巴的儿子 淡淡地说了一声 行了 让他们走吧 话刚出口 乔婆子的那两个儿子 立刻剧烈地哆嗦了一下 然后就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不省人事了 嘴里面也是一个劲 往外吐墨子 我转过头 看了一眼之前跟过来闹事的小混混 这才冷冷地说 你们把他们两个人带走 如果再有下次的话 听到我这么说 几个人立刻是一阵点头哈腰 扶起地上的两个人 跟着乔婆子逃命一般地离开了我家 看到过来闹事的都走了 村子里面的人也没有留下来的必要 转身也准备离开 我却是开口说了一声 各位 我在这里说一声 不管怎么说 怎么都是一个村子的 奶奶平时的为人 大家也很清楚 我不希望这种关系 会被外人几句挑拨而改变 我和奶奶不一样 不知道什么叫以德报怨 我只知道奔怨分明 帮我的 我会想办法报答 害我的 我也一定会报复到底 希望各位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听到我这么说 在场所有人都是一阵沉默 最后都是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我知道 此刻我在他们的心里面 很有可能变成坏人 不过 我却是管不了这么多 这一次是乔婆子过来挑拨 下一次难免不会再找其他人 我不希望 他们一遇到这种事情 就准备把矛头对准我的家人 在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之后 我妈这才拉着我的手 询问我 事情怎么样了 我只是简单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却刻意隐瞒了 在地府里面的凶险 不过 即便如此 家里面的人还是听得心惊肉跳的 我也没有再多耽搁时间 而是招呼着老肥 一起去陈家村 去找那位师门掌门 陈洛凡 在路上 我询问了一下黄先生的情况 柳三太告诉我 黄先生没有什么大碍 而且 有白子嫣照顾他 相信很快就会恢复的 我点点头 又询问了一下 关于那个叫做黄梨的小丫头的事情 听到我提到了黄梨 柳三太立刻变得恭敬了起来 他告诉我 那个黄梨 本来就是一位修炼多年的黄仙家 后来 因为机缘巧合 吸食了龙器 得了真身 实力也是大增 最后更是得到了高人帮忙 接受了天雷的淬炼 实力更是登上了一层楼 在仙家当中 也算得上是名列前茅的 而且 在仙家当中 辈粉和实力 都是格外受到尊敬的 所以 他们才会对黄梨那么的毕恭毕敬 在了解了一个大概之后 我心里面也有了一丝底气 一个那么厉害的人物 应该不会骗我的 在柳三太的引路之下 我们打了一辆专车 用了大半天的时间 终于找到了黄梨口中所说的 陈家屯这里 和普通的村子 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唯一不同的是 我可以感受到 这个村子里面的灵气 倒是非常的强盛 就好像是存在着 什么天才地宝一般 我们一路走进了村子 这里和其他的地方一样 人们也在忙碌着 看到我和老肥两个人之后 也并没有或许在意 仍旧是忙活着手里面的事情 就好像是这里平时 经常有外村的人过来一样 老肥在周围扫视了一圈 这才找到了一个中年人 问道 大哥 你知道陈洛凡住在什么地方吗 那人点点头 然后就非常热情地 给我们详细地指明了方向 我和老肥 也按照那个人所说的 来到了一户人家的门口 看着毛山这普普通通的宅院 老肥露出了怀疑的目光 对着我问了一声 兄弟 咱们两个没有找错地方吗 这里就是那个什么 师门掌门的家 这是不是有些过于寒酸了一些 而且 电视剧里面 也不是这么演的啊 你该不会以为人家 应该住在什么深山老林 或者是什么山庄里面吧 是不是想的有点多了 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 老肥撇了撇嘴 也不犹豫 抬手就敲响了大门 门没锁 你们进来吧 门里面传出来了一个 男人懒洋洋的声音 我和老肥对视一眼 就这么试探性地推开了门 走了进去 这才刚刚进门 立刻就看到 此刻在我们的前方人 正躺在一张躺椅上 惬意地喝着茶水 那人看上去四十多岁 至于身材嘛 我只能说和老肥相比 有过之而无不解 可怜他身下的那张躺椅 被他压得咯吱咯吱作响 估计要不了多久 就可以寿终正寝了 看着眼前这个人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不着调 比老肥还要不靠谱 同时 脑海里面还冒出来了 另外一个想法 这里可是陈洛凡的家 现在这位出现在这里 难道说 他就是那位传说中的 师门掌门陈洛凡 这会不会有太大的反差了 虽然我并没有想过 陈洛凡会是那种 玉树临风的大侠风范 可是 却也没有想过 他居然会是一个 满身流油的胖子 不然 也太不匹配他 陈家梁世人的名声了 看到我和老肥 从进来之后 就一言不发 眼前的这位 总算是睁开了双眼 瞇了我们一眼 再次用蓝散的声音说道 你们过来找谁啊 有什么事情就说吧 听到对方的问话 我这才开口说 我们是过来找师门掌门 陈洛凡的 请问 您是 那位也点点头 说 我叫李道一 是这师门的三当家 你们也可以叫我胖眼 听到这里 我的心里面 好吧 本来我身边就有一个肥业 现在又多出来了 以为胖爷真搞不明白 他们这些胖子 为什么总喜欢自称为爷 难道是一种心理疾病 不过 在听到对方并不是陈洛凡之后 不知道为什么 我稍稍地松了一口气 不过 却又忍不住问了一声 那陈洛凡 陈掌门现在在什么地方 我们有事 需要请他帮忙 121里二当家 李道一看了我们一眼 叹了口气 过 那小子整天天南海北地乱跑 胖爷 我怎么知道他这一次 又去了什么地方 不过 如果你们真的有事的话 可以和胖爷我说说 不管怎么说 胖爷我也是天官一门的接班人 有些事情还是不在话下的 虽然不清楚 那天官是个什么门派 却感觉应该很厉害 再者 不管怎么说 眼前这位都是师门的三当家 一定会有些真本事的 既然这样 那就干脆请他帮忙算了 于是 我就把这一次的来意 和他说了一遍 却没有想到 在听完了我的话之后 眼前这位三当家 居然露出了一副警惕的表情 这才对着我问了一声 你说什么 你去过地府了 而且 还碰到了那位姑奶奶 我点点头 随即也恍然大悟地问了一声 胖爷 你也认识那位姑奶奶 李道一一副痛苦的表情 说道 那位姑奶奶 我能不认识吗 碰到他也不知道 是你们倒霉还是福气 说到这里 他顿了一下 这才问出来了一个 早就应该问出来的问题 对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连忙把自己的名字说了出来 却没有想到 对方在听到了我的话之后 居然一下子 从躺椅上跳了起来 那种灵活程度怎么看 也不像是他这种体型能够做到的 你说你叫什么 韩飞宇是吧 你就是韩飞宇 听到对方居然知道我的名字 我也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连忙开口回应 没错 我就是韩飞宇 你认识我 李道一哈哈一笑 说 认识谈不上 不过 我也是专门在这里等着你们过来呢 专门等着我们 难道说 对方早就算到了 我们会过来 可是 玩着眼前这个胖子 我怎么也不相信 他有那种未不先知的能力 这倒不是以貌取人 而是这胖子 一直都杂杂乎乎的 倒更像是个江湖骗子 看着我们诧异的目光 胖子清了清嗓子 这才开口说道 是这样 前段时间 胖爷我和小凡 也就是你们要找的那个陈洛凡 我们两个人推心演算 发现了一丝异想 再仔细研究 这才算出来 你会遇到一些麻烦 要来找我们帮忙 所以 才会在这里等你们过来 听到这里 我更相信 其实这些事情 都是那位陈洛凡算出来的 不过 既然对方这么说了 我也只能是迎合着说 既然这样 那胖爷 您有没有什么办法 能够帮到我们 李道一点点头 放心吧 既然我们已经算到了 你们会有麻烦 而是以后又是自己人 怎么可能会不帮忙 刚才胖爷不是说了吗 胖爷可是专程在这里 等着你过来的 你等着 小凡临走之前 还给你们留了一件法器 我这就进屋给你们拿去 说着 他转身就回到了屋子里面 只留下我和老肥两个人 站在原地 我有些搞不清楚状况 他刚才说我以后 和他们会是自己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是说 我日后也会加入师门吗 老肥这个时候 在一旁对着我说 兄弟 我怎么感觉 这个李道一不怎么靠谱 不会坑咱们吧 我摇了摇头 虽然心里面 也觉得这个李道一 有些不着调 可是 之前在地府里面 那位姑奶奶 可是明确说过 让我们过来找陈洛凡的 她那么大的身份 又怎么可能会欺骗我们呢 就在我们两个人 暗自嘀咕的时候 李道一从屋子里面 风风火火的出来了 一看到我们 立刻笑呵呵的 把手中的一样东西 递到了我的面前 并且说了一声 小凡说了 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带在身上 一旦遇到自己 解决不了的事情 就把它丢出去 他会帮你一次 不过 胖也要多说一句 这个东西是一次性的 你可要想好了再用 听着李道一的话 再看看他手上 拿着的东西 我有些无语 因为此刻在李道一的手上 居然那些一根 用红绳子编成的手链 现在小姑娘 都不带这种东西 她居然要我带在身上 看到我半天没有动作 似乎是并不想接那根手链 李道一有些不满地说 怎么了 瞧不上眼 你可要想清楚了 这可是小凡亲自做的 是多少人求都求不到的宝贝 你如果不要的话 那就别想去地府里面救人了 本来我还不怎么相信 这个李道一的话 感觉他疯疯癫癫的 实在是不靠谱 可是 在随着他说出这句话之后 我整个人不由得大惊失色 从刚才进门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说过 自己过来的真实目的 更是对地府两个字 只字未提 那么 他又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说 他真的会为不先知 看到我一脸惊讶的表情 李道一得意一笑 也不管我答不答应 居然把那根手链 系在了我的手腕上 这才开口说道 你放心吧 有了这个宝贝在 胖爷 我保证你一切顺利 行了 走吧 胖爷 我也等不及 想要出去转转了 我看着他 木讷地问 你是说 你也要跟着我们一起回去 李道一点点头 那当然了 既然你没有危险 胖爷我就一定要过去看看 怎么说 你也是咱们家姑爷不是 姑爷 我现在越来越搞不清楚 这个李道一 到底是个什么路数 怎么说起话来 这么的不着边界 李道一也没有解释什么 而是拉着我就往外走 在李道一的催促之下 我们在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 回到了家里面 因为上午的事情 家里也没有人赶再来找麻烦 一切都非常顺利 家里面的人在看到 我们回来了之后 都显得非常高兴 我又把李道一的身份 和他们介绍了一遍 听到对方是师门的二当家 家里人对他 也自然客气了很多 不过 李道一也不在乎 这些客套的东西 而是走到了奶奶的身边 抬手在奶奶的天灵盖上 摸了一会儿 这才皱着眉头 淡淡地说 老太太现在试魂不在三舍 迫不归七台 完全没有任何生人的症状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魂魄离体的时间 过于长的话 恐怕她的身体 就要起变化了 哪怕是等到魂魄被找回来 听到这里 我的心中也是微微一动 她所说的这些 我自然也非常清楚 她口中所谓的三舍 七台指的其实就是 三魂七魄所在的位置 现在奶奶魂游地府 三魂七魄自然不在身上 人的身体 没有了三魂七魄的支撑 维持不了几天 尤其是现在这种天气 很容易腐烂 如果所以 我才必须抓紧时间 把奶奶的魂魄给找回来 如果等到身体出现了那种变化 即便是奶奶回来了 也只能是整日受到那种 全身腐烂的折磨 那种后果更加可怕 122入太岁山 在大概的检查了一下 奶奶的情况之后 李道一告诉我 现在其他的事情先不用做 还是抓紧时间把奶奶接回来 这种事情夜长梦多 还是早点解决比较好 另外 因为奶奶的情况特殊 今天晚上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麻烦 这里必须要有人守着 所以 她要我自己去地府 而她和老肥则是留下来坐镇 抵挡一些不开眼的东西 另外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今天晚上家里面都不能有任何香火 哪怕是奶奶的鲜糖 也暂时不能烧香 毕竟奶奶现在的状况特殊 如果真的让她吸射香火的话 那就等于证明她真的死了 到时候 即便是我在下面闹腾个翻天覆地 也没有任何用了 听到这里 我也觉得她这话很有道理 没有想到 眼前这位师门二当家 还真的懂一些动作 于是 就答应一声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准备魂魄离体 为了安全起见 老肥和李道一两个人 就这么一左一右 站在奶奶的房门口 美其名曰是为奶奶护法 以免一些不开眼的东西 会来趁机作乱 或者是乔婆子 他们会回来报复 有了这两个凶神恶煞的人物在 不用说是乔婆子了 即便是真的有妖魔邪怪来了 都要绕道走了 我盘西坐在屋子里面 慢慢地静下了心 然后将神势快速地 进入到了点仙台上 可能是知道我打算再去地府 72位引路仙此刻 全都站在这里等着我 我第一眼就看到 黄先生一脸疲惫地站在那里 脸色有些难看 很明显是之前受的伤还没有恢复 我连忙走了过去 询问了一下他的情况 黄先生摆了摆手 表示自己没有什么大事 不过只是修为耗损了一些 在短时间之内 是没有办法再帮我办事了 不过让他感觉到惊讶的是 一向只有仙家 才能够使用的镇仙印和请仙旗 居然可以随我任意使用 这是他从来都闻所未闻的 用他的话来讲 我绝对是个艺术 既然这样 他也就更加放心 把这两样宝贝两个我了 虽然黄先生并没有生命危险 甚至还会一直留在这点仙台上 给我作证 可是在看到他这个样子之后 我还是感觉有些难过 黄先生摆了摆手 告诉我不需要这样 现在还是要做正经事 然后就安排柳三太和胡门 这次陪着我一起下去 既然这样 我也只能是先去地府走一趟 其他的回来再说 于是我请出镇仙印 破开阴阳界 带着柳三太他们 重新的进入了地府 因为有过之前的经历 这一次我没有耽搁时间 而是借着镇仙印的金光 快速的来到了鬼门关前面 然而 这一次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那鬼门关的大门居然是敞开的 并且有数不清的游魂 竟然有序地朝着里面走 看样子 今天是鬼门关吸收游魂的日子 既然这样 我也没有任何犹豫 继续借着顿光进入了鬼门关 我一路飞行 不断地寻找着奶奶的身影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耳边突然传来了一声大喝 什么人 竟然敢在地府造次 话音刚落 我立刻就感觉到 一股无形且又异常巨大的压力 从上面传了下来 竟然将我直接从镇仙印的顿光之中 给打了出来 落在地上之后 我手擒镇仙印 抬起头朝着头顶上空看了一眼 立刻看到原本昏暗的上空 此刻居然出现了一座大山 就这么漂浮在那里 那种震撼感无法言喻 而就在这时 一个灰衣老者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盯着我问 你是什么人 居然敢擅自闯入鬼门关 说到这里 他皱了皱眉头 再次开口说道 不对 你阳寿未尽 不属于这里 这次进入地府是想要做什么 看着眼前的这个灰衣老者 我思考了一会儿 这才总算是想到了对方的身份 他应该就是那位那位镇太岁了 传闻当中的他 曾经因为太岁作乱 竟然以一己之力 撼动了一座山峰 将太岁镇压 百年之后被地府收拦 封为十大鬼将之一 并且称其为镇太岁 专门负责镇守封都鬼城 没有想到我居然这么幸运 短短两天的时间里面 居然见到了三位鬼将 再次看了一眼头顶上方的大山 我对着灰衣老者说道 我是韩飞宇 这次过来 是为了接我奶奶还养的 之前已经和悲观大将军 以及鬼野娘娘两位 打过招呼了 因为事出有因 还请镇太岁您高抬贵手 听到我的话 镇太岁点点头 说 原来是你 你的事情我听说了 他们两个 也的确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了 而且 黄里有那个小丫头 在中间替你们周旋 再加上你奶奶 的确是阳寿未尽 判官大人也答应了 不过 地府的规矩不能坏 你想要救人 就必须要经受一番考验 说到这里 他指了指头顶上方的大山 再次开口说道 这上面的太岁山 你看到了吗 你奶奶就在这十万大山当中 只要你能够找得到他 并且带他离开 我自然也就不会为难你了 不过 我却是要警告你 我的这座太岁山 从来都是只进不出 人一旦进去 有些东西就会被封印 也绝对找不到离开的路 很有可能 就会被困死在这里面 你可要想清楚了 听到对方这么说 我微微一愣 完全没有想到 他居然会有这种考验 不过 这次我 本来就是为了救人而来 更是不会畏惧任何考验 于是就淡淡地回了一句 可以 不过 你可要信守沉默 朕太岁哈哈一笑 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是抬起手 在我的背后轻轻一拍 他的力气并不算大 不过 我却是感觉到眼前一花 紧接着就是一阵头晕目眩 耳边也传出了呼呼的风声 就好像 是我整个人飞在了空中一般 而等到这一切感觉全部消失 我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 这才注意到 自己已经不在 那就有地府 而是身处于一片花海当中 我左右巡视 这才注意到自己现在已经进入了 那传说中的太岁山 123 身临其境 之前在下面观察着太岁山 已经感觉到气势磅礴 现在深入此山中 更是觉得自己 好像是沧海一宿一般的渺小 想要在这茫茫大山里面找到奶奶 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知道 这种事情 想要依靠我自己的力量 绝对是很难实现 那么 也就只好请仙家帮忙了 想到这里 我双眼微闭 打算将自己的神识 进入点仙台上 可是 在射半天之后 我惊讶地发展自己 居然无法做到这一点 或者说 现在的我 根本找不到点仙台所在 这是怎么回事 点仙台在我的灵台中 绝对不会随随便便 消失不见 难道说 是因为这太岁山的原因 是这里有着某些东西 阻挡了我的神识 让我无法与仙家们沟通 这种想法才刚刚冒出来 我便加以肯定 一定是这样的 怪不得在进入这里之前 震太岁会说出来那么一番话 原来是这样 不过 即便是如此 我也还有其他办法 想着 我将自己的手指刺破 将一滴鲜血挤了出来 然后默默的凉仙力 施加在了上面 口中念念有词 随着仙力不断地注入 那滴鲜血 开始在我的手指上 不断地滚动了起来 最后随着我手指微微一抖 那滴鲜血 立刻滚到了我手指的一端 我嘴角微痒 开始沿着山路 朝着那个方向走了出去 在走出了一段距离之后 我手中的那滴鲜血 又滚向了另外一个方向 我又开始朝着那边走 我这种方法 有一个名字 叫做滴血寻青 主要是用来寻找一些 有血缘关系的亲人 才能够做到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 对于精神力耗损会比较大 我一路兜兜转转 也不知道走了多长时间 因为这里好像并没有黑夜 所以 对于时间 我也是没有任何概念 我只知道 累的时候就坐下来休息一会儿 渴了饿了 就在周围的树上 摘一些果子用来冲击 好在这里不知名的果树比较多 勉强能够填饱肚子 就这样 我一路走下去 却发现眼前这座大山旧 好像是直通天际一般 高不可盼 任凭我走出多远 都无法走上大山的顶端 再这么下去 先不说我的身体 能不能吃得消 单单是奶奶那边 也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越想 我的心情就越是烦躁 最后甚至有一种 想要发狂的冲动 我开始不断地 从地上捡起石头 朝着周围丢出去 并且大吼着 来发泄自己心中的情绪 这个时候的 我就好像是一个疯子一般 不断地攻击着身边的一切东西 双眼也变得血红 就好像是野兽一般 不停地吼叫着 甚至恨不得 把眼前所看到的一切 全部撕成碎片 让人看上去不敢靠近 没一会儿的功夫 我的眼睛里面 就流淌出了一丝鲜血 紧接着就是耳朵和鼻子 如果再这么下去的话 我很有可能就会怒急而死 也许是天不绝人之路 就在我陷入癫狂的时候 突然 我身后背包里面的寝神罗 没来由地震动了一下 上面的六角铃铛 发出了当的一声轻响 这个声音 立刻打破了水面的瓶颈 当起了层层的安稳 而我的心神也紧跟着一动 同时 整个人也瞬间清醒了过来 就这么木讷地站在原地 看着周围的狼藉 完全搞不清楚 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难道说 这一切都是我做的 不过 现在的我也总算是明白过来 这里应该是存在着某种 可以让人变得癫狂的东西 而我之所以至始至终 都无法从这里走上去 完全是因为 这座太岁山 其实就是一个巨型的迷阵 只要是身在此山中 就难以看破这山中的一切 更是不容易从这里走出去 不过 记得之前柳三太曾经说过 只要是阵 那就必须要有阵眼 就像是人一样 人能够活着 就一定要有自己的灵魂 这阵眼 也就是迷阵的魂 只要是找到了这个魂 山中的迷阵 也就迎刃而解 至于这阵眼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 其实也很简单 我之所以一直在这里走 却是什么也碰不到 并不是说 这太岁山有多高 而是说 那个阵眼 根本就在我的面前 只不过是我看不到而已 想到这里 我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又慢慢地吐了出来 随着这口浊气的呼出 我整个人再次进入了一种忘我的境界 手心如一 用心开眼 有些时候 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东西 并不一定全都是真的 就好比说人心难测 无法能够隔着皮肉 看清楚对方的真实想法 而我眼前的这个迷阵 也正是这样 既然是迷 那么 我的肉眼就无法看清楚 这背后的真相 所以 现在我只能是用心眼观天下 一切自在心 心眼查清明 很快的 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团模糊 紧接着 这团模糊的东西 开始慢慢地旋转了起来 最后 居然出现了一个出口 对面则是一片通明 就好像是一潭湖水 立在了我的眼前一般 我缓缓地伸出手 在那片湖水上轻轻一点 紧接着 就感觉到 一股强大到无法抗拒的吸力 将我整个人吸入其中 无法自拔 我只感觉到 自己好像是迎风飞翔一般 眼前那强劲的刚风 不断地扑打在我的脸上 甚至有一点隐隐作痛 好在这种现象 只维持了一会儿的功夫 很快地 周围的一切 就再一次恢复了正常 我缓缓睁开双眼 赫然发现 自己已经来到了山顶 而且 现在的我身处于一个 农家小院当中 一旁的地上 还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 此刻 一个老太太正在那里 慢慢地拔着草 看着眼前这熟悉的背影 我的心中不由的遗产 忍不住轻轻地叫了一声 奶奶 没错 眼前这个人就是我的奶奶 虽然只是背影 可是 我却绝对不会认错 听到我的叫声 奶奶停下了手上的动作 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似乎并没有因为 我的突然出现 而感觉到任何的诧异 只是满脸慈爱地盯着我笑着 124 红绳画龙 看到奶奶 我有些不知道 应该说些什么 在这里找了这么久 心里面早就急得 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了 现在突然看到 她就陷在我的面前 我却有了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就好像是眼前的这个人 不是我的奶奶一样 可是 她就是这么 站在我的眼前 奶奶缓缓地走了过来 伸出手在我的头上摸了一下 仍旧是满脸的笑容 说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来的 所以 一直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 你能够找到这里 一定也累坏了 我现在就给你做点好吃的去 听到奶奶并没有急着和我离开 反而是要 给我做点好吃的 这倒是让我有些愕然 连忙对着她说 奶奶 时间不等人 咱们还是快点离开这里 如果耽搁的时间长了 您的身体恐怕 坚持不了太长时间了 听到我这么说 奶奶并没有放在心上 只是随口说了一声 不打紧 只是吃一顿饭 单独不了多长时间了 你等我一会儿 我这就去给你做 这些都是 我自己种的菜 绝对的新鲜 说着 就走到院子里面 准备给我摘菜 看着奶奶的背影 一丝奇怪的感觉 浮上了我的心头 这让我不自觉地 联想到了之前的那种感觉 眼前的这个人 不像是我的奶奶 我沉淫了片刻 终于是开口对着她问了一声 奶奶 这小园里面的菜 都是你亲手种的 一定会很好吃吧 奶奶脸上笑容不变 好像自从我见到她以来 她的脸上 就只有这么一种表情 不曾变过 她点点头 说 放心吧 这些都是我自己种的 等一下你吃了 就会知道有多好吃了 听到这话 我脸上的笑容 慢慢地收敛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脸的严肃 对着她淡淡地问了一句 你才刚刚来到这里 没多长时间 奶奶这么多时间种 这么多菜呢 听到我的问话 奶奶手上的动作 立刻将在了原地 然后转过头看了我一眼 并没有说话 我再次开口说道 首先 奶奶平时很疼爱我 平时脸上也会洋溢着 和你一样的笑容 不过 她却不想要我接触任何危险 现在我深入地府来救她 她看到我绝对不会这么笑 也不会要我跟着她去吃饭 而是会狠狠地责备我 怪我不应该来到这里 其次 会不顾一切地 带着我抓紧时间离开 你只能模仿奶奶平时的模样 却做不到她对我的真正关心 所以 现在还是说出你的真实身份吧 随着我把话彻底说完 奶奶脸上的笑容 终于是一点一点地收敛了起来 最后更是冷笑了一声 用震太岁的声音开口说道 你小子不错 居然看破了我的迷震 现在又破除了我的幻境 很好 我现在就信守承诺 放了她 不过 我还是那句话 能不能从这里离开 还要看你们的本事了 说完这话 我眼前的那个奶奶 突然消失不见了 周围的一切也发生了变化 从刚才的小院 变成了一片树丛 而奶奶就倒在我前方不远的地方 看到奶奶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连忙跑了过去 把她扶了起来 这一次 我敢肯定眼前的奶奶是真实的 奶奶 我轻轻地叫了一声 同时抬起手 在奶奶的额头上点了一下 瞬间将一股着急 注入到了奶奶的体内 在掀气的刺激之下 奶奶的身体抖了一下 随即整个人便有了知觉 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在睁开眼睛的同时 她也第一眼看到了我的存在 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便坐直了身体 一脸震惊地看着我 在确定 这并不是自己做梦之后 这才对着我大声地说 小月 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你知不知道 这是什么地方 看到奶奶醒了 而且好像并没有受伤 我终于是露出了一丝笑容 这才答应着说 我当然知道 这里是什么地方了 明出了事 我又怎么可能会坐视不理 如果换作当初 我没有那个能力的话 也就算了 现在我也是马家弟子 我有能力保护我身边的人 胡闹 听了我的话之后 奶奶更加生气 大声地说 正是因为 你是马家弟子 所以才应该更加懂得这些规矩 这里面的事情 不归马家弟子馆 我摇了摇头 说 不管怎么样 我已经来了 奶奶 我带你回家 说完这话 我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抓着奶奶的手 就准备离开 然而 就在我刚刚转回身的一瞬间 立刻就看到 原本在我身后的小月 已经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个万丈深渊 站在这里 居然看不见下方的景象 似乎那里 这里真的是一个无底洞一般 而这个时候 震太岁的声音 再次传了出来 寒家小子 这可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 只要是你落入了脚下的万丈深渊 就永远别打算能够回来了 这个神像根本就没有底 你只会一直往下坠落 生生世世 永生永世 而唯一的办法就是你 能够从下面飞出来 你能做到吗 听到这话 我咬了咬牙 抬手就准备把震仙音招出来 打算用他的顿光离开这里 可是 我一连抬了好几次手 却都没能够请到震仙音 见状 一阵大笑声传了出来 寒家小子 难道你只有这么一点本事吗 那就只能永远就在这里了 就在他说话的同时 突然 那根系在我手腕上的宫舍 立刻变得格外的紧 而且是越来越近 就好像是打算 嵌进我的皮肉里面一般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我也是被吓坏了 有想到这种东西 不但是没有帮上任何忙 反而快要勒断了我的手筋 于是我连忙开始 往下撕扯那根红绳 想要把它从手腕上扯下来 奶奶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 就在一旁询问我 这根红绳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的我根本来不及解释 手上一用力 居然真的将那根红绳扯了下来 随手丢了出去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 我的眼前立刻是红光大放 紧接着 一声嘹亮的龙银声 响彻了整个太岁山 125败入金山 突然听到这阵龙银之声 我着实被吓了一跳 等到红光散去 我又能够看清楚周围一切的时候 这才注意到 刚才被我丢出去的红绳 此刻居然化成了一条巨大的红龙 这条红龙足足有几百米长 全身上下红色的龙铃散发着悠悠的光芒 一双龙眼怒视周围 时不时的还吐出了一些龙溪 看上去格外的威武 震撼 如果不是身临其境 恐怕根本就没有办法感受得到 那种来自于以内深处 对这种庞然大物的惊憾 同时 我的心中还有着另外一个疑问 这条红龙难道真的是那根红绳所变化出来的 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 那么 那位师门的掌门陈洛凡 到底是一个怎么厉害的人物 随随便便的一根红绳就可以化龙 他还是一个普通人吗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 红龙对着我 发出了一声低沉的龙铃 然后对着我点了点头 我迟疑了片刻 这才脱口问道 你是打算让我们站到你的身上 红龙仿佛是能够听懂我所说的话一般 对着我用力地点了点头 然后 再次将自己那巨大的身体靠近了一些 这一次 我没有任何犹豫 而是扶着奶奶走到了红龙的身上 红龙也发出了一声龙铃 身子一扭 带着我们朝着远处飞了出去 看着下方及时而过的景色 感受着耳边呼呼的风声 现在的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就好像万物接在我脚下 我便可以掌控天地一般 想着这些 我居然随口说了一声 破 几乎是一瞬间 我眼前的一切全部发生了变化 就好像是坍塌了一样 全部土崩瓦解 而我也眼前一花 周围的一切再一次发生了改变 现在的我仍旧是陷在鬼门关里面 震太岁也就站在我前方不远的地道 唯一不同的是 奶奶此刻就在我的身边 我抬起头 看了看头顶上方的太岁山 却发现此刻他已经不知去向 震太岁点点头 对着我说 没有想到你居然得到了那个人的帮助 怪不得敢置身进入我们地府 也罢 既然那个人出面了 我也就不为难你了 你们走吧 听到这话 我绝会思考了一下 他口中所说的那个人 很有可能就是陈洛凡 一想到那个人 我情不自禁地低下头 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腕 果然那条红绳已经不见了 不过 既然奶奶就出来了 我也没有必要在这里逗留 和震太岁打了个招呼之后 就借着震仙硬的顿光离开了地府 转眼之间 我的魂魄就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面 连忙从屋子里面出去 想要过去看看奶奶怎么样了 然而 等到我刚刚走到院子里面之后 这才发现此刻的院子里面 早就已经是一片狼藉 而老肥和李道一两个人 则是全身疲惫地瘫坐在地上 显然是消耗了太多的体力 看到他们两个 此刻变成了这个样子 我隐隐地觉得 刚才这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连忙开始询问他们 刚才到底是怎么了 两人却是摆了摆手 让我赶紧把奶奶的魂魄叫回来再说 闻言 我也没有任何迟疑 而是走进屋子里面 爸妈和爷爷 在看到我从外面走进来 先是一愣 紧接着就是一阵惊喜 连忙询问我 事情怎么样了 我对着他们点了点头 一句话没说 静止地来到了奶奶的身边 抬起手放在了奶奶的额头上 轻轻地说 奶奶 你那个害怕 我们都在这儿了 你也抓紧时间回来吧 说着 我抬起手在奶奶的额头上 轻轻地拍了一下 奶奶的身体剧烈一抖 就好像是突然被吓到了一般 不过 很快地便睁开了双眼 先是迷茫地看着我们 以及周围的一切 见到她这个样子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因为此刻的奶奶 并没有真的回魂 一旦有任何动静 惊扰了她的话 她的魂魄 还是会立刻离开身体的 我就这样静静地 盯着奶奶看着 也同样注意到了 她眼睛里面 慢慢地有了神采 直到最后 她终于是长长地 吐出来了一口气 对着我说了一声 小雨啊 你可不要让奶奶担心了 听到奶奶说出来了 这么一句话 我终于是放下了 心中的那块大石头 现在看来 奶奶终于还魂成功了 看到奶奶重新醒了过来之后 家里面其他人 都是非常开心 就过来七嘴八舌地 询问奶奶的情况 我则是回到了院子里面 和老肥他们坐在了一起 对于之前发生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 全都是闭口不提 好像是刻意地 不想让我知道一般 不管我怎么问 他们就是什么也不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 不过 既然他们两个人不愿意说 我也没有办法问出来 李道一则是话锋一转 告诉我老肥不错 他想要收老肥做徒弟 成为他们金山一门的传人 而老肥也已经答应了 听到这话 我当然是非常高兴 老肥是七转洋人 如果真的学习了 这方面的东西 那绝对了不起 不过 随即我便想到了什么 对着李道一问 不对啊 胖爷 之前您不是一直强调 您是天官一门传人吗 怎么这会儿功夫 又变成金山一门了 文言 李道一尴尬的笑了笑 却是没有说话 一旁的老肥 则是开口解释 别提了 我这位师傅 平时就是喜欢胡烈烈 喜欢冒充人家天官传人 实际上是金山一门的唯一传人 而肥爷 我也看他们金山一门的本事不错 就打算跟着学学 那么 这样一来 你也算上是师门的人了 那当然了 一提到师门 李道一则是来的兴趣 说 反正你们两个早晚都是师门的人 倒不如胖爷 我现在就说一个 也免得被其他人抢了便宜 听到他这话 我连忙问了一句 胖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迟早都要加入你们师门 似乎是注意到自己说错话了 李道一哈哈一笑 称自己实在是太累了 带着老肥就去了我的屋子 休息去了 只留下我一个人独自陷在院子里面 我知道 他们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 126 祸害子孙 重新回到屋子里面之后 奶奶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除了身体还有些乏力之外 其他的什么问题也没有 看到我进来 奶奶连忙照顾我过去 与众心长地对着我说 小语啊 听奶奶一句话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你都不要再去冒这种危险了 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你让奶奶怎么办 我笑了笑 说 放心吧 奶奶 我心里面有数 再说了 不是还有仙家帮忙吗 我不会有事的 说到这里 我顿了一下 这才对着奶奶问道 奶奶 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碰到了什么邪性的事情 听到我的问话 奶奶点了点头 叹了口气 说 这都是造孽啊 说着 奶奶就把她之前遇到的事情 给我讲了一遍 事情还是要从那天早上说起 根据奶奶所说 那天早上 她就开始心绪不宁 就好像是预感到 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一般 她本来是打算去仙堂上住香 请老仙给算算自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 也不知道当时自己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要是一靠近仙堂 心里面就烦得不行 不要说是上香了 甚至有好几次 都想要把仙堂给推倒 不过 却是一次又一次的 被她自己给按耐下去了 这种事情 奶奶可是从来都没有经历过 也不知道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而就在将近晌午的时候 那个靠山屯的人 就来到了我们家 说是自己家里面出事了 希望奶奶过去看看 奶奶本来就心烦得不行 再碰上她在那里哭天喊地的哀求 奶奶就什么也没想 跟着对方就出门了 甚至临走之前 都忘记在仙堂上上香 请老仙跟着 一起过去看看了 靠山屯 虽然距离我们村子并不算远 不过 路途却是非常的不好走 刚开始还是相间小路 很快的就变成了崎岖的山路 等到奶奶来到靠山屯的时候 已经是将近傍晚了 屯子里面的人看到奶奶到了 也都非常热情 招呼着奶奶进屋休息 经过这么一番长途跋涉 奶奶心中的那种烦闷 也好了很多 再加上自己这次过来是帮忙的 也就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询问了一下 他们这一次请自己来的原因 听了奶奶的问话 眼前的十几个人 全都陷入了沉默 一时之间没有人愿意说话 看到他们这样 奶奶的火气再次烧了上来 这些人大老远地把自己找来 却是什么也不说 这算是怎么一回事 似乎看出来了 奶奶心情不悦 其中一个叫做张大成的 四十多岁的男人连忙开口说 何二公您别生气 我们这里的确是出了一些状况 只是这件事情太过于匪夷所思了 我实在是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奶奶摆了摆手 告诉他自己就是干这一行的 什么邪心的事情都遇到过 所以不需要担心这些 张大成点点头 然后就告诉奶奶 这两天晚上 自己的媳妇有些不太对劲 只要是一过十二点 就好像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样 口口声声说是自己的老祖宗 这次回来是打算带走家里面的一个人 本来对于这种事情 农村人都经历过 也不会有什么太过于在意 大不了就是请村子里面的一些 懂得阴阳方面的先生 或者神婆帮忙给看看 可是他们老张家的事情 却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按照张大成的话来讲 他们家曾经也出现过几次这样的事情 都是自己家的老祖宗突然上身 说是要带走家里面的人 而且每一次这种事情发生 要不了几天 他们家里面都会真的有人去世 而且清一色全都是男丁 最重要的就是死去的人都不是好死的 一个个全都属于横死 这一次张家再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这让周围十里八乡村子里面的阴阳先生 全都退避三社 不敢出面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大老远的 跑到我们村子 请奶奶出手 一来是因为奶奶的名声在那里摆着 二来也是因为奶奶有那个实力 听完了对方的话 奶奶并没有说什么 只是打算等到晚上之后 看看情况再说 等到了晚上之后 张大成找来了十几个 绑大妖元的张家后辈过来壮胆 至于张德顺的媳妇 天色才刚刚给下来 整个人就好像是非常疲惫一样 不断地打着哈欠 整个人也变得昏昏沉沉的 张大成和他说话 他也是爱达不理的 没一会儿的功夫 整个人就这么睡着了 这一切奶奶都看在了眼里 不过 却是什么也没有说 只是就这么坐在炕上 静静地盯着张大成的媳妇看着 随着张大成他们家的垫子中 刚刚响了十二下 张大成的媳妇就这么 从炕上坐了起来 整个屋子里面 也充满了一种格外压抑的气氛 这让张大成 以及过来帮忙的十多个男人 都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甚至有一种 恨不得马上离开这里的冲动 张大成的媳妇才刚刚坐起来 就发出了一阵咯咯的冷笑 笑完了 就对着奶奶问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老太婆 居然敢来管我们家的事 你难道就不怕把自己 也搭进来了吗 奶奶不急不缓地说 你就说吧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一定要祸害他们家的人 我是谁 我是他们家的老祖宗 既然你是他们的老祖宗 本应该庇护自己家的子孙 为后代基夫 又怎么可能会祸害他们 你这么做 还有脸称自己是他们的祖宗 听了奶奶的话 张大成的媳妇 立刻露出了猙獰的表情 发声地说 我为什么祸害他们 你怎么不去问问他们 怎么对待我的 要不是他们丧尽天良 把我活活害死 我又怎么可能会来找他们报仇 既然他们不笑 我还留着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做什么 不去都跟着我下去算了 说完这话 张大成的媳妇突然伸出了手 指着奶奶大声地说 我告诉你 你最好不要多管闲事 要不然 我就要你和你的家人 也和他们一样 127来晚一步 对于对方的恐吓 奶奶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而是冷冷地说 人有人道 鬼有鬼徒 无论是做人还是做鬼 又怎么可能会明顽不灵 阴阳不分 你心中有气 可以去找城隍告状 甚至直接去地府申冤 又怎么可以违背阴阳法则 徒增杀戮 既然这件事情被我遇到了 我马家弟子 就不会坐视不理 听到奶奶这么说 张大成的媳妇 立刻气得是暴跳如雷 抬手就准备冲过去 和奶妈拼命 却是被奶奶一把香灰 撒在了脸上 又是一拳打在了命门上 张大成的媳妇 连叫的机会都没有 就这么两眼一番 整个人昏死了过去 看到自己的媳妇 突然倒在炕上不省人事 张大成连忙撞着胆子过来 把她抱了起来 不过 却是怎么招呼 她都没有一点反应 急得张大成眉头紧锁 奶奶这个时候 也是有些愕然 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 这张大成的媳妇 此刻早就应该醒过来了才对 又怎么可能会一点反应 也没有呢 想到这里 奶奶走了过去 开始给她检查了起来 结果 奶奶这才刚刚靠近 张大成的媳妇 却猛然睁开了双眼 眼神里面全都是那种 阴狠之意 看到对方这个样子 奶奶的心里面 立刻升起了一丝警惕 正准备有所动作 张大成的媳妇 却是突然张开了嘴巴 对着奶奶吐出了一口黑气 奶奶立刻感觉到 自己眼前一黑 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到她再次清醒过来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 已经是是在九幽地府了 在之后的事情 我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 听完了奶奶的讲述 我倒是对靠山屯的事情 比较感兴趣 之前胡门不也说过 我是金山童子命 根本不可能活到现在 除了奶奶当初救我一命 我还要不断地去做 这些阴阳之事来还阴债 不然 说不定哪一天 我还会出现危险 既然这样 这靠山屯的事情 我也就飞去不可了 我倒想要看看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居然敢对我的家人下手 奶奶最是了解我 在看到我露出了 这样的表情之后 立刻就明白了 我心中的想法 伸出手拉着我 有些担心地说 小雨啊 那个东西比较邪性 这件事情 还是能不管就不管 我笑了笑 说 奶奶 您放心吧 没事的 咱们马家弟子 还把他们那些歪门 邪道的东西 有柳三叔他们陪着我 不会有事的 听到我说出来了这么一句话 奶奶张了张嘴 却是没有说出来一句话 倒是屋子外面 传出来了柳三太的声音 好小子 说得好 这声音 着实把我给吓了一跳 忍不住抱怨一声 三叔 你怎么还学会爬墙根了 第二天一早 李道一吃过早饭之后 说是自己还有事情要做 就离开了我们家 对于这位胖爷 我感觉非常的奇妙 看上去吊儿郎当的不着调 却是有着真本事 为人也很好相处 才仅仅见过一面 就能够交心 身边能够有这样的朋友 绝对是一件好事 送走了李道一 我就把自己的想法 和老肥说了一遍 听说我要去靠山屯冒险 老肥则是来了兴趣 说什么都要跟着我一起 过去看看 对于老肥能够答应过去 我自然是非常高兴 老肥的能力 我比任何人都清楚 他能够过去帮忙 自然是非常的 于是 我也没有犹豫 带着老肥收拾了一下 就离开了家里面 在路上 我又询问了一下 关于昨天晚上的事情 可是 老肥却对比绝口不提 我则是一点办法 也没有 不过 我却是能够隐隐地感觉到 老肥之所以会这么做 一定是为了我好 我们两个人一路往前走 大约是在晌午的时候 终于是来到了 那个靠山屯里面 然而 让我没有想到的时候 随着我们刚刚走进村子 立刻就听到了一阵 凄厉的唆呐声响 生活在农村里面 我自然明白这阵唆呐声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很明显 这是村子里面有人去世了 我和老肥对视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神里面 看出来了一丝不安 我们加快了脚步 快速地走进了村子里面 一路顺着唆呐声 来到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里面 突然看到我和老肥 从外面走了进来 原本坐在院子里面的一群人 全都停止了说话 一个个就这么盯着 我们看着 就连那两个唆呐匠 也停了下来 整个院子里面 一下子变得安静了下来 这时 一个五六十岁的男人 从屋子里面走了出来 看到我和老肥之后 就对着我们问了一声 两位是我兄弟的朋友 我没有机会对方的问话 而是直截了当地开口说道 不好意思 我们是过来找张大成的 误打误撞才会来到这里 还请大家不要介意 听了我的话 眼前的那些人 都用一种诧异的目光 盯着我看着 有的则是在窃窃私语 似乎对于我的出现 并不是那么欢迎 那人也是迟疑了一会儿 这才再次开口说道 我是大成的二个 他们就叫我张老二 你找大成有什么事情 我这才解释着说 我是和二姑的孙子 之前我奶奶在你们这里出了事 我过来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还不清楚 奶奶现在已经没事了 一听到我是和二姑的孙子 一个个拳都一惊 就这么诧异地盯着我看着 一时之间居然没有人说话了 看到他们这样 我这才再次开口解释 你们放心吧 我这次过来不是惹事的 再说了 奶奶现在已经好转过来了 她告诉我 做事情要有始有终 既然答应 你们家要帮忙 自然就要帮到底 只不过 她现在身体比较虚弱 就让我过来了 听到我说 奶奶没事了之后 众人这才略微松了一口气 不过 张老二仍就是 一脸苦大仇深的表情 对着我说 小伙子 你来晚了 大成他已经出事了 我微微一愣 随即便反应了过来 原来 眼前这家就是张大成的家 他们也正在给张大成办丧事呢 看样子 我的确是来晚了一步 128师有异常 听说张大成出事了 我沉阴片刻 这才再次开口 能让我看看他的尸体吗 张老二有些为难地说 还是不要看了 人都已经死了 看不看 也没有什么用 还是要好些和二姑和小伙子 你的一番好意 我们老张家心灵了 听他这口气 明显是有巨人千里的意思 难道是下烛客令了 而就在我迟疑间 一个老头子的声音 从屋子里面传了出来 行了 你们家放心吧 既然我过半仙答应了帮忙 这件事情 就一定会给你们家办得体体面面的 听到说话声 我抬头看去 这才看到一个60多岁的老头 正从屋子里面往外走 陪着他的是一个50多岁左右的中年男人 相貌和张老二想差不多 应该是他们张家的兄弟 不过 眼前的那个老头 我却看着非常的熟悉 总觉得好像是在什么地方见到过 却又一时之间想不起来 我这边没有想起来 老肥 却是直接叫出了对方的名字 郭老三 你跑这儿来干什么了 突然听到老肥这么一喊 我也终于想起来 对方是谁了 这不就是之前在神仙桥那边 装成瞎子算命的郭老三吗 怪不得我会觉得他眼熟呢 而郭老三也被老肥的声音吓了一跳 本能的就掏出墨镜 按在了脸上 不过 随即又反应过来 这个时候戴墨镜不太对劲 又把墨镜取了下来 皱着眉头 看着老肥 问 你小子怎么也跑这里来了 该不会是想要抢活吧 看着张家两兄弟疑惑的表情 我这才明白过来 为什么他们会对我那么冷淡 感情是以为自己找到高人帮忙了 却不知道 这位高人只是个骗术高手 老肥嘿嘿一笑 走过去把郭老三拉了过来 压低声音说 老郭 有钱大家赚 既然咱们两个人在这里都能遇上 也算是缘分 要不要来场合作 文言 郭老三立刻把脑袋摇成了波浪鼓 义正言辞的说 这种事情哪有合作的 都是为库主办事 还是不要闹了 见对方不答应 老肥也不生气 只是淡淡的说 既然这样 那可就不要怪肥爷 把你在神仙桥那边的老底 全部给你抖出来了 有钱大家赚 没钱拆火散 听老肥说 要鱼死网破 郭老三立刻就怕了 连忙拉住了老肥 满脸陪笑着说 肥爷 这又是何必呢 要不这样吧 他们家的事情 的确是有些邪性 老郭我一个人也拿捏不准 你正好把我一个忙 怎么样 见郭老三妥协了 老肥也是笑呵呵地答应了下来 而这个时候 张老大的声音传了过来 郭半仙 这两位朋友 你认识吗 郭老三这才答应着说 认识 这是我请来帮忙的两位同仓 你也知道 你们家的事情有些不好办 所以 凡万一我就请了人过来 尽量做到万无一失 不过 你放心 这酬劳方面 我会自己掏腰包 听到这话 张老大摆了摆手 说 郭半仙这是哪的话 既然是帮我们家做事 又怎么可能会让您破费 他们两位的酬劳 我也会一并给了 对方的话音刚落 郭老三和老肥两个人 便连忙答应了下来 生怕对方会反悔一样 既然这件事情定了下来 我们也顺理成章地 走进了外屋 张大成的灵堂 就摆放在这里 后面就是他的官果 进山拜神 进庙烧香 按照规律 我和老肥 各自给张大成上了一炷香 这才绕到了后面的棺材旁边 而让我感觉到诧异的是 此刻 张大成的棺材 居然是严丝合缝地盖了起来 正常情况下 在停临期间 棺盖是不应该盖上的 充其量 也就是用几张黄纸 把死者的脸遮挡一下而已 看到这里 我转过头看了一眼郭老三 郭老三不愧是老江湖 察言观色的能力 要比其他人强了不少 立刻就明白了我的想法 就砸地了 声音对着我说 这张大成死得不正常 尸体也着实有些吓人 张家的人有些害怕 就把棺盖给盖上了 听到这里 我皱了皱眉头 就询问郭老三 这张大成到底是怎么死的 张老三这才解释着说 具体的情况 我也不清楚 不过 我却是听说 这张大成是自己用车子 把自己的脑袋给碾碎的 整个脑袋都被压爆了 格外的吓人 据说想家人 在给他收尸的时候 都是用铁锹把碎了的脑袋 从地上一点一点缠起来的 你说 这好端端的一个人 是怎么开车 把自己脑袋压碎的呢 听完了郭老三的话 我也是一句话也没说 而是就这么走到了棺材旁边 微微地闭上了双眼 神石在点仙台上 借了一位灰仙家的仙眼 朝着棺材里面 就看了过户 灰仙家的眼睛 可以入第三分 更不用说是这么一个棺材了 随着我这么一看 不由得也被吓了一跳 因为我看到 此刻棺材里面的尸体 居然抬起双手 紧紧地撑在棺材盖上 就好像是打算 从里面破棺而出一般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还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尸体 不过 却也明白这尸体 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举动 一定是说明 他生前有着非常大的冤情 死不瞑目 同时 我又想起了之前 奶奶给我讲的那件事情 就对着张老大问 我想了解一下 你们家那位老组长的事情 突然听到我提到了这件事情 张老大不由得一愣 还是一旁的张老二 小声地和他说了什么 张老大 这才露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 对着我笑了笑 说 原来是何二姑的孙子 怪不得你会知道这件事 我点点头 说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张大成的事情 绝对不仅仅是个偶然 相信在他之前 也出现过这种 无端惨死的情况 只有彻底地解决了这件事情 你们张家才能够安整无忧 不然 张大成绝对不是最后一个 听了我的话 张老大犹豫了一会儿 这才叹了口气 给我讲出了 关于他们张家的故事 129张家孽债 整件事情 还是要从张老大的太爷爷那一辈说起 那是一个全国动荡的年代 当时的人们没有吃的 甚至达到了一种人吃人的程度 相比其他人家 张家却是要好一点 毕竟 张老太爷年轻的时候做过流子 也就是土匪的意思 枪法非常的准 可以说是指拿打呢 后来 因为全国剿匪 流子团伙也彻底地被剿灭 张老太爷也就重新做起了正经人 在一个村子里面安顿了下来 不过 却是并没有丢下 自己引以为豪的枪法 整天跑到深山里面打猎 而且每一次都是满载而归 其实打猎也没什么 村子里面也有其他人 跟着一起进山打猎 不过 却是从来都不去打狐狸 黄鼠狼这样的东西 生活在东北 他们都知道这两种动物 是有可能修成道横的 一旦真的动了 麻烦也就会不断了 不过 张老太爷却根本不在乎这些 不管是狐狸还是黄鼠狼 碰到什么就打什么 而且 凡是他看到的动物 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的 一来二去 村子里面的人也就没有人敢 和他一起上山打猎了 生怕自己回跟着受到牵连 张老太爷也不在意 没有人陪着 自己就一个人去 仍旧是我行我素 直到有一天 张老太爷误打误撞之下 碰到了一只金毛黄鼠狼 这可是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想也没想 抬手就是一枪 而让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猎枪的子弹打在对方身上之后 却只是擦出了一些火花 并没有伤害到对方分喉 这更是让张老太爷来了兴趣 抬脚就冲了上去 而那只黄鼠狼 却是并没有跑远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就被追上了 等到张老太爷 跑到黄鼠狼身前之后 这才注意到 原来这只黄鼠狼 已经带了肚子 很明显是怀了崽子 怪不得他没有逃走 而黄鼠狼 似乎也知道张老太爷的目的 抬起两只前肘 对着张老太爷不断地作医 甚至还给他磕头 一双眼睛里面浸满了泪水 看到这种情况 相信有个感情的人 就不会忍心再去伤害他 可是 张老太爷却不同 他本来做过刘子 心狠手辣 杀人都不会眨一下眼睛 更何况是一只黄鼠狼了 一双眼睛 在黄鼠狼的身上 不停地打量着 很快地就注意到 在黄鼠狼的脖子上 有着一拳白毛张老太爷眼睛毒 立刻就知道 这就是对方的命门所在 于是 想也不想 一脚踩住了对方的身子 从腰间抽出镰刀 就这么用力一下 那黄鼠狼的脑袋 就这么被硬生生地砍断了 而几乎是与此同时 原本那金光闪闪的皮毛 此刻也变得再普通不过了 张老太爷本来还打算 用这身皮毛换点钱花 却没有想到 事情会变成这样 恼火之余 又把注意力放在了 黄鼠狼那圆鼓鼓的肚子上 在他想来 既然这只黄鼠狼的皮毛是金色的 那么些肚子里面的宰子 会不会也和他一样呢 想到这里 张老太爷没有迟疑 就用手里面的镰刀 拨开了对方的肚子 没有了金色皮毛的守护 那只黄鼠狼 也变得再普通不过了 张老太爷 一连从黄鼠狼的肚子里面 抓出来了八只幼崽 却没有一只皮毛是金色的 这让他忍不住破口大骂了一句 便愤愤然地离开了 然而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当天晚上 张家全家都做了一个梦 梦里面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 带着八个同样是血肉模糊的孩子 来找他们报仇 在折腾了整整一晚上之后 那女人告诉张家的人 自己不会白死 张家的人一定要赔命 什么时候 张家人死够了九人 这件事情也就什么时候结束 第二天一早 张家人全都从梦中惊醒 在互相说出了自己的梦境之后 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不过 当时都畏惧张老太爷的威严 也没有人好说什么 可是 不到一个星期 张家就有人出事了 那是张老太爷的大儿子 是在赶车卖货的时候睡着了 就这么不知不觉间 被自己家的毛驴啃掉了半个脑袋 等到被人们发现的时候 白色的脑浆已经流了一地 对于这件事情 所有人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解释 张老太爷的大儿子 并没有喝酒 在被驴子啃咬的时候 居然没有一点反抗 甚至是没有任何知觉 这种事情 实在是太过于匪夷所思了 而接下来 张家所发生的事情 一件比一件可怕 不仅仅是 整个张家 就连整个村子的人 都是人心惶惶 后来 张家人终于是受不了了 也赶上张老太爷年纪大了 腿脚也不好使了 家里面的人 对他也是不管不顾 即便是他死了 也没有人知道 等到张家的人想起来 还有这么一个人的时候 他的尸体都已经腐烂 散发出了阵阵恶丑 而根据张老大所说的 他们张家 已经横死了八个人了 算上张大成 正好是第九个 希望那位黄仙说话算话 张家已经赔进去了九条命 他就会放过张家 而我却是摇了摇头 表示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仙家说话 自然是一言九鼎 可是 那位张老太爷呢 之前上了张大成媳妇身的 不就是他吗 他说 会回来祸害张家的人 这种话可不是随便说着玩的 既然想在张大成死了 黄仙家的仇也算是爆了 那么 留下来就应该看看 那位张老太爷想要做什么了 他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怨气 除了死的不甘心 还有一点就是 他的阴宅出了问题 让他死了也不能安宁 所以才会把这股怨气 撒在后背的身上 想到这里 我暗自决定 等到明天早上 给张大成下葬的时候 顺便看一眼 这张家老太爷的阴宅 白天一切正常进行 到了晚上 很多人都要回去休息 也幸亏这张家四个四合院 即便是大部分人都走了 还是有很多人留了下来 陪着我们三个人一起守灵 大约是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张老大从外面走了进来 说是要带着我们三个人吃点东西 明天一早就要忙活 没有时间吃饭 说实在的 现在的我也是真的饿了 而且这大半夜的 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 绝对是一种享受 130大成上身 对于张老大的提议 我们三个人都没有意义 就跟着张老大去了别的屋子 那里早就摆了慢慢一桌子的饭菜 我们也不客气 直接坐了过去 一边聊天 一边吃了起来 吃着吃着 我就发现在张老大家外屋 正北方的墙上画 这一块巴掌大小 圆形的镜子 不仅如此 就连他们家东西两屋的房门上 也挂着同样的镜子 至于其他地方 我虽然看不清楚 不过 我敢肯定 一定还有几块这样的镜子 这是一种竖法 叫做进光竖 一般来说 进光竖分为多少种 挂在不同的地方 作用也不一样 按照张老大他们家的这种方法 除了辟邪之外 还可以起到一个折射的作用 就好像是想要把什么不好的东西 给折射出去一般 不过 他们家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 又为什么会这么做 我就不得而知了 老肥对于这些 自然是不会放在心上 反而是郭老三 似乎对于这些东西颇有研究 不住地打亮着眼前的这三面镜子 同时 还转过头朝着外面看着 似乎在外面 也应该有着什么东西才对 看到他这个样子 我暗自点了点头 看来这郭老三 也不仅仅是图有虚表 还是有一点真本事的 这才刚刚吃了没几口 外面再一次传出来了 张大成媳妇呜呜的抽气声 自己张家老大 老二媳妇的安慰声 张老大也叹了口气 说 哎 真是苦了他们娘俩了 我们三人也只是一阵沉默 谁也没有答话 而就在这个时候 张老大的媳妇 从外面走了进来 起初 我们并没有在意 只是以为他打算回来取点东西 可是 很快的 我们就发现 事情有点不太对劲 自从张老大的媳妇进来之后 就一直站在那里 没有了动静 因为我正在和张老大两聊天 也就没有过于在意他 反倒是老肥抬起头 朝着他看了一眼 也仅仅是这一眼 让老肥忍不住惊呼出声 我靠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都被老肥 这突如其来的一嗓子 给吓了一跳 连忙也跟着抬起头看了过后 也是不禁 被眼前的一幕给吓了一跳 我看到此刻 在我们的眼前站着的 的确是张老大的媳妇 可是 此刻他的脖子 就好像是没有了支撑一般 已经歪在了一旁 整个脑袋 也是朝着后面仰了过去 后脑勺紧紧地贴在了 自己的后背上 看上去格外的吓人 这恐怖的一幕 直接吓得张老大 把手里面的饭碗 掉到了地上 哗啦一声 摔了个粉碎 似乎是被这个声音惊醒 张老大的媳妇 终于是动了 身体微微地晃了一晃 原本是挂在后面的脑袋 慢慢地被甩到胸口上 然后 就这么瞪着一双眼睛 翻着白眼盯着我们看着 虽然眼前的一幕 比较好恐怖 不过 我还是最先反应了过来 眼前这个张老大的媳妇 肯定是被什么东西撞上了 就忍不住开口问道 你是谁 这么晚过来 想要干什么 结果 对方却根本不理会我 而是就这么盯着张老大 口中一张一合 大哥 我死得冤啊 此时从张老大媳妇嘴里面 发出来的 完全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在听到对方 对张老大的称呼 我知道 这次上身的的 应该就是张大成 而仿佛是为了证明我的猜测 张老大直接 从凳子上坐到了地上 差着声音说 大 大成 是你吗 看到张老大这个反应 我眉头不由地皱了一下 按照常理来说 这张大成是他的兄弟 哪怕是还魂 却并没有对他怎么样 他为什么会怕成这个样子呢 还有一点 这张大成的媳妇儿子都在外面 他为什么不去上他们的身 反而是跑到了张老大媳妇的身上 我开始觉得这张家 还有其他的事情 张老大的媳妇 继续对着张老大说 大哥 我不应该死啊 当初田先生不是说过了吗 我是个长寿的命 反而是 你会死于非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听到对方的问话 张老大想要从地上 站起来 这才发现自己的两条腿 早就已经软成了面团 根本就不受自己的控制 最后只能就这么坐在地上 对着自己的媳妇解释 我也不知道 方不田先生 的确是这么说的 谁知道这件事情 会变成了这个样子 听了张老大的话 他的媳妇居然站在那里 呜呜地抽气了起来 他这一哭 整个屋子里面的温度 就降低了不少 而且 在听了他的哭声之后 我们全都感觉到了一阵心烦意乱 我上前两步 对着他说 张大成 我知道你死的冤枉 心有不甘 可是 一切皆有天注定 既然这种事情发生了 也是你命该如此 有什么不满 委屈的 可以去下面告状 诉冤 千万不能做错事 而且 你这么长时间地 留在别人的身体里面 也会让他受不了的 看到我站出来说话 对方开口问了一声 你是谁 我是何二姑的孙子 这次过来 是专门为了把你的事情解决的 听了我的身份之后 他也是悠悠地叹了口气 原来是何二姑的孙子 何二姑是个好人 好人啊 说着 整个人就这么两眼一番 朝着后面倒了下去 因为他距离我们比较远 我想要扶住他 也已经来不及了 他整个人咚的一声 摔倒在了地上 我连忙过去 帮他检查了一下身体 在发现他并无大碍之后 这才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同时 我的心里面 隐约也猜出来了一个大概 一句话也没说 独自从张老大的屋子里面 走了出去 先是抬头看了一眼 立刻就看到 在张老大房子的外房梁上上 挂着一块镜子 就这么对着院子中央的那面墙上 看到了这面镜子 直觉告诉我 其中一定有事 于是 我左右看了看 在发现张家所有人都没有注意我之后 这才装作漫不经心的 朝着那面围墙走了过去 131 谁在哭铃 走到院墙边上 我开始仔细地检查了起来 现在虽然是晚上 不过 整个张家院子里面灯火通明 我自然也可以看清楚眼前的东西 整个院墙表面上平平无奇 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不过 在我的一番查看之后 还是看出了一点端倪 有一个地方 似乎突出来了一点 如果不是自己去看的话 根本就发现不了 而且 即便是发现了 谁也不会去在意这种情况 毕竟是农家的院墙 不需要那么精益求精 我把手指放在了墙面上 摸了摸 然后用力一扣 顿时 一丝亮光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微微一愣 不过 很快地就反应过来 这并不是墙上闪现出来的亮光 而是在墙壁上 有着什么东西 将院子里面的灯光反射了回来 这居然是一面镜子 而且 镜子所对应的真实 张大成他们家屋子 看到这里 我终于是明白了一个大概 这张家老大 一定是找到了什么高人帮忙 在家里面摆了一个静光阵 将家里面所有的污秽之气 全部折射了出来 当然 这其中也包括了他的杀身之祸 如果说 他只是单单把这些东西 从家里面转移出去 也没什么 可是 他居然把这些祸事 全部折射到了张大成的家里面 让张大成成为了他的替死鬼 这就有些过于恶毒了 都说打死不离亲兄弟 可是 他却亲手送自己兄弟 离开了人世 在想通了这个道理之后 我不由得感觉到 一阵阵毛骨悚然 这并不是对于那些阴邪东西的恐惧 而是对人心的震撼 也许世人只知道 山巾游魂的恐怖 却从来都没有想到过人心的可怕 不过 这件事情毕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 现在事情已经变成了这个样子 即便是我想要帮忙 也是于事无补 所以 只能是当做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重新回到屋子里面之后 张老大的媳妇已经醒了过来 对于刚才的事情一概不知 只是不停地说自己的脖子痛 不敢乱动 在安顿好了自己的媳妇之后 张老大有给我们找了地方 让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毕竟明天一早 还需要我们三个人帮着忙活 老肥自然是不会客气 就带着我们跟着张老大去休息了 倒在炕上 我却是翻来覆去 怎么也睡不着 心里面还是对刚才的事情放不下 想着之前张老大那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很难想象他 为什么在害死了自己的亲弟弟之后 一点愧疚感也没有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一阵倦意也吸上了我的心头 我也就这么慢慢地睡着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 在我迷迷糊糊间 突然 一阵男人低沉的哭声传了出来 这寂静的夜里面 突然听到这么一个声音 着实会让人忍不住心惊胆寒的 我瞬间就清醒了过来 随即又放松了下来 以为这只是张老大或者是张老二 再给弟弟哭铃 也就没有放在心上 准备转身继续睡一会儿 然而 就在这时 房门却猛地被人撞开了 可能是因为来人比较着急 那房门狠狠地弹在了墙壁上 门玻璃也随之哗啦一声 摔了个粉碎 这一下 我们三个人全都被惊醒了 同时抬起头朝着那人看了过去 结果这么一看之下 我这才发现来人竟然是张老大 而且 此刻张老大的一张脸上 全都是惊恐的表情 看到他这个样子 我就意识到可能是出事了 老肥有些不高兴地说 这是怎么回事 有什么事情就不能好好说 非要破门而入 张老大没有理会老肥的埋怨 而是对着郭老三说说 郭半仙 你还是快点出去看看吧 外面好像不太对劲 很明显 这张老大 还是认为郭老三有本事 根本就没有 把我和老肥两个人放在心上 闻言 郭老三犹豫一会儿 这才对着我和老肥说 走吧 咱爷们三个出去看看吧 也总不能白白拿了 人家苦煮的酬劳不是 听到这话 即便是我和老肥两个人 再不想出去 此刻也只能是无奈地 跟在郭老三的身后了 在老肥一路的骂骂咧咧当中 我们三个人来到了院子里面 而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注意到 刚才那阵哭声一直没有停止过 我们三个人来到了张大成 他们家外务门口 一眼就看到 有一个人正背对着我们 跪在棺材前面 低着头 趴在地上嚎啕大哭呢 听声音是觉得肝肠寸断 既然那个人不是张老大 就一定是张老二了 就在我刚想走过去 说点什么的时候 突然 我的心中升起了一起警觉 让我瞬间停止了脚步 直觉告诉我 眼前的那个人不对劲 同时 我也看到 原本应该在这里守灵的张大成 和张老大的两个儿子 都倒在地上 呼呼大睡 要知道 现在可是在守灵 这两个人居然在这里睡觉 绝对不正常 而且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原本已经盖好的棺盖 此刻居然全都被打开了 整个棺盖 就这么斜靠在一旁的地面上 如果对方真的是来哭灵的 那又为什么要把棺盖打开呢 就在我准备开启仙眼 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张老二也从不远处 抓着一把铁锹走了过来 对着一旁的张老大问了一声 大哥 搞清楚 对方是什么人了吗 张老大摇了摇头 表示还没有 看到张老大和张老二 全都站在这里 我不仅感觉到一阵疑惑 里面哭灵的那个人 又是谁呢 老肥 也看出来了事情的关键 就对着屋子里面大喊了一声 喂 你他娘的是谁 老肥本来只是随便喊一嗓子 给大家壮胆 却没有想到 对方在听到了老肥的话之后 居然全身一抖 瞬间就收起了悲声 从地上站了起来 朝着棺材里面一跃而起 瞬间就跳了进去 看到这种情况 我们所有人全都被吓得不轻 不清楚那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好端端的要跳进棺材里面 而等到我们冲过去 凑到棺材边上 朝着里面看的时候 再一次震惊的说不出来话了 因为 我们看到刚才跳进去的那个人 此刻居然消失不见了 132破碗送魂 当我们凑到棺材边上的时候 却发现此时的棺材里面 除了张大成的尸体之外 并没有其他人 不过 却可以看到 在张大成的尸体墙 却盖着一套衣服 而且 这套衣服非常的眼熟 正是刚才那个哭丧的人穿着的 可是 既然衣服都在这里了 他人又会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 根本不可能让一个大活人 就这么在我们的众目睽睽之下 消失不见的 那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思来想去 我们都有了一个念头 那就是 对方很有可能不是人 也只有这么一个说法 才能解释眼下的所有事 也就在这时 张老二突然发现了什么 对着张老大问了一声 大哥 你看这套衣服 像不像平时老三 最喜欢穿的那套 听了这话 张老大仔细地 盯着那套衣服看了一眼 随即就是妈呀一声 一下子从棺材旁边 弹到了一旁 看到他的过激反应 其他人都是非常疑惑 只有我心里面明白 他这是做贼心虚 于是 就忍不住开口说道 大家不用怕 刚才那个 也许真的是张大成的魂魄回来了 可能是死的冤枉 心有不甘 所以 才会在自己的棺果前面哭一会儿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你们都是自家兄弟 谁也没有害过谁 他也不会伤害你们的 听到我的话 张老二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张老大却是战战兢兢地坐立不安 经过这件事情之后 所有人都没有了睡意 大家都坐在院子里面 看着火盆里面的火焰发呆 而之前那两个昏迷过去的年轻人 也已经被我叫醒 此时继续会在火盆的前面烧纸 就这样 在我们所有人的煎熬之下 一晚上就这么过去了 所幸除了那件事情之外 整个晚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其他事情 第二天一早 张家请的八仙 也就是抬棺材的人 就已经过来了 大家一阵忙活 先是封关 然后又把棺材绑在了降龙墓上面 郭老三点燃了一挂鞭炮 丢了出去 并且大喊一声 因人上路 生人物尽 起关 随着他这话刚刚出口 屋子里面的八个抬棺材的人 也一起用力 准备把张大成的棺材抬起来 可是 随着他们这么一用力 那口棺材居然是纹丝不动 就这么稳稳地停在地上 这一下 众人都有些慌了 按道理来说 这八个人高马大的壮汉 抬一口棺材 而且又全都是这方面的老手 无论如何 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可是 眼下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难道说 是这棺材里面的张大成 不想走 郭老三皱了皱眉头 从口袋里面抓出来了一把烧纸 对着棺材就甩了过去 再次大喊一声 因人上路 生人物尽 上路 可是 结果还是和刚才一样 那口棺材 就好像是长在了地上一样 无论如何 也不能一栋分毫 直到这个时候 郭老三则是有些不知所措了 就重新地把我和老肥招呼了过去 压低了声音 对着我们问 你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这也着实有点邪门了 咱们三个人的面子 恐怕今天就要折在这里了 听到这话 我也是一阵无语 没有想到都到了这种时候 他想到的 居然还是自己的面子 老肥则是耸了耸肩 这才开口说 你们还不知道肥爷我 这种事情也是大姑娘上轿 头一回 不过肥爷我倒是听说过 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有一种方法叫做破碗送魂 你们听说过吗 一听到老肥说出来了这么一句话 我也是连连点头 自己的确是从奶奶那里 听说过这种方法 在起邻的时候 偶尔会碰上我们现在的这种情况 那都是死者有些心事放不下 或者是就连留恋生前的一些人 或是舍不得离开 而每每这个时候 只要是找来一个小碗 在碗里面装一些五股杂粮 围绕着棺材转三圈 然后把小碗摆放在棺材的前面 再用菜刀一下砍碎 表示从现在开始 这个家里面也就没有了他这口人了 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不过一般使用这种方法的人 多多少少都会一些东西 现在老肥居然想要做这种事情 也不知道是他能不能做好 老肥也没有含糊 告诉张老大找来 小碗之后就围绕着棺材走了三圈 然后停在了棺材前面 又让张老三找来一把菜刀 先是在碗口上摩擦了几下 然后卯足了劲 手起刀落 狠狠地砍在了小碗上 结果我们只听到当的一声脆响 那个小碗居然在蹦践出了一个火花之后 弹到了一旁 在地上咕噜噜乱转 居然是一点事也没有 甚至连一点裂痕也没有 反观老肥 虎口已经被震出了一个大口子 鲜血好像是不要钱一般地流了出来 疼得老肥是呲牙咧嘴 看到老肥这个样子 郭老三忍不住对着他问了一声 我说小橙子 你这又是闹奶出 怎么连个碗都砍不碎 刚才是不是砍偏了 砍到地上了 老肥到了翻白眼 并没有搭理他 不过 刚才我却是看得一清二楚 老肥那一下子 是结结实实砍在了小碗上 至于为什么那个小碗会毫发无损 是因为在菜刀马上砍到小碗上的时候 一只黑色的手掌凭空出现 放在了小碗上 也就是说 老肥刚才的那一下子 并没有砍到小碗 而是被那只他看不见的黑手 给挡了下来 看来 这个张大成还在做最后的挣扎 他是真的不想离开这个家 可是 人鬼殊途 他继续就在这里 只能是让他家的人阴气充体而已 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 现在必须要把他送走才行 想到这里 我再次把注意力 放在了老肥那只流血的手上 这才对着他说 老肥 把你的血涂在刀刃上 然后再砍一下试试 听了我的话 老肥明显不太情愿 可是 却又不想拒绝我 就只好将自己流出来的鲜血 一点一点的涂抹在了刀刃上 然后 又把那个小碗重新摆好 再看了我一眼之后 又一次的举起了菜刀 133关葬蟹猫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一次的老肥砍的是更加的小心了 也不见他怎么用力 只是将菜刀在那小碗 刚刚轻轻的磕了一下 只听到当的一声脆响 原本还坚硬无比的小碗 突然啪的一声炸开 碎了一地的碎片 面对这种情况 老肥也是一脸的震惊 先是看了看眼前的小碗 随即又抬起头看向我 我暗自点头 看样子是自己猜对了 老肥身上那凄转洋人的血液 果然可以克制眼前的邪碎 我转过头看了郭老三一眼 那老头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 连忙大喊一声 奇观 听到他的这声感 原本还有些错愕的八仙 连忙收拾了心神 一起用力 这一次居然轻而易举地 把棺材抬了起来 这让张家的人 全都暗自松了一口气 同时 对于我和老肥两个人 终于是有了一定的认可 既然动关了 也就没有停下来的道理 张家人请了几位所那将 一路吹吹打打地 朝着半山腰的坟头走了过去 要说这张家 在这靠山屯 绝对是一个大户人家 也就是因为平白无故死了九个人 才稍稍有些败落 不过 却仍旧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这后山有半座山 都是他们老张家的 为了避免再出现什么麻烦 前面有郭老三带路 我和老肥两个人 则是一左一右的守在棺材旁边 弯弯绕绕 终于是来到了张家祖坟的前面 刚才上山的时候 我已经走出了一声的喊 结果刚刚站在他们张家祖坟边上 我立刻就感觉到了一阵寒意 甚至让我不自觉地打了一个哆嗦 我心中微微一惊 心里面明白 眼前的这片坟地绝对不简单 普通的坟地 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想到这儿 我微微闭上了双眼 等到再次睁开的时候 也已经开了先眼 在先眼的观察之下 我看到此刻 这片坟地 正在一点一点地 生腾着一股浓郁的黑气 这些黑气聚而不散 一直萦绕在坟地的周围 使得整个坟地周围 所有的花草树木全部枯死 我还从来都没有 见到过这么霸道的死气 一时之间 难免会感觉到了震惊 而这时 一旁的郭老三 突然开口说了一句 没有想到 这居然是连生之地 多好的一块坟地 还真是百年难得一见 听到这话 我微微一愣 转过头 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眼前这片坟地 都已经被死气包裹 他却是能够看出来 这是一片百年难见的风水宝地 虽然对于风水这方面的东西 我并不了解 可是 却也能想到真正的风水宝地 都会养人 而不是伤人 可见 这老家伙又在骗人了 一旁的老肥 也忍不住挖苦了一声 你这老小子 别在这神神叨叨的 怎么看到什么地方 都是风水宝地 郭老三却只是摆了摆手 说 以前那些仙部说 单说现在这个坟地 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这种地叫做连生地 的确是百年难得一见 据说 凡是葬在这里的人 魂魄会借着地气自行逐渐 连化而生 脱胎换骨 百年之后便会破土重生 成为大罗金仙 而他的子孙后代 也会跟着一起大富大贵 连生同连生 寓意死者的子孙后代 会步步高升 都是有大观之想 下葬之时 将死者投朝西南 脚踏东北 偏差在二分有余 而且 这阴宅也不是随随便便开的 必须是二丈七尺建方 但可以用的地方 仅仅是八尺三寸六 多一分不灵 少一分不成 学中央下 一丈六尺三寸 会有一块